大家好 新宿淘淘 欢迎冯凤 大家晚上好 晚上好 已经晚上了 是吗 对啊 七点了 不知不觉 已经天都黑了 天都黑了 天都黑了 开盘 下面呢 欢迎冯凤 冯凤 就是现在冬天 马上到冬天了啊 冬天的话 天黑的就会很早 多穿衣服哟 多穿衣服 我们的淘淘都已经穿着好厚好厚了 好厚 我已经穿秋裤了 这就穿了没 长大了 你冬天穿秋裤吗 当然了 但是穿的是那种滑雪裤 滑雪裤啊 对 好像除了鲨鱼裤 我们多了一个新的选择 滑雪裤 没听过 就是可以当瑜伽裤那样去穿 特别好 懂了 回头我去找中餐了解一下 欢迎冯凤 大家晚上好 晚上好 没有点关注的朋友可以点击一下我们屏幕左上角关注按钮 对 导演 我们那个可洗的已经没库存了 是吗 OK 现在只有游性的了 欢迎冯凤老师 欢迎我们的主播冯凤 呦何 曾经是老师 现在是主播 现在我们都是主播 我们是卖菜的 卖书的 来给大家推荐一个冯凤很有才华 大家可以看一看他画的画 咱们在不同的领域各自发工 嗯 冯凤 我有一个问题 我们游性的水笔少了这么多 去哪儿了 与我无关 你确定 确定 原本八十只 现在一二三四五六七 你现在哪里就少了六只 嗯 下了播我要去你那找一找 哈哈 好的 好的 不能说 不能让陶陶走啊 把他这个和我一起播 对啊 对啊 OK 各位朋友啊 这个马克比算是孩子的一个必备品了啊 嗯 所以家里如果没有马克比的啊 我们不妨给孩子买一买这个马克比 对 冯凤在绘画 我来给大家简单展示一下啊 马克比每一只都有两个头 一只是那种叫斧头 斧头头啊 因为它是比较粗的 另外一面呢 是这种比较细的 可以满足孩子日常绘画的需要 八十只 油性的马克比 它的颜色会更亮一些 更鲜艳一些 所以家里如果没有 或者前一套已经用的差不多了啊 对 您可以再来买一买马克比啊 特别好啊 特别好啊 打来拍拍马克比 对 大家可以看一看冯凤画的画啊 几笔勾勒下来 下话下话下话 已经有了大致的模样 你猜出来 我已经猜到了 我又不傻啊 你看观众朋友猜一猜 观众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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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众说啊 我们又不傻啊 无讲竞猜啊 无讲的 无讲竞猜 有一些朋友说是辣椒啊 没错 沾边了 差不多了 沾边了 沾边了 好好长大 我们刚介绍完 是给所有小学一到六年级孩子的一个社交手册啊 那本书应该有两百多页啊 每页都很厚实 家里如果有小学生 你可以买回去给孩子读一读 嗯 马克比 大家想可以拍拍 不知道为什么大家没有猜中吗 是因为这个倾斜的角度 对 原来如此 大家可能把你的画看成了一条信 能猜出来就已经很厉害了啊 正确答案是Crocodile ��想到了oration IF You see a crocodile Don't forget therzean 唱一个 唱一个 Arrow loro row your boat Thorный round of the tree Merry me 30 Marry me sir2 Life is about Re quest 这么难听 导演还在鼓掌 导演心中一定在想 这工作真难干 这是我们涛涛 这个告别了 这个幼儿园之后 第一次唱歌 对 唱了一个儿歌 对 还需要什么颜色 随便他画吧 大家可以拍拍我们的马克尔比 还有我们其他的这个蜡笔 对还有蜡笔 对我们这个小黄这里 有很多文具 文具算是一个消耗品吧 有晨光大品牌的洞洞笔 有爱好品牌的中性笔 还有现在冯凤正在使用的 这个马克笔 然后呢学习绘画都可以用到 大家可以根据需求来拍一拍 毕竟是消耗品啊 所以多攒一点挺好的 没事 对 然后呢冯凤在画的过程中 我来解答一下大家问题 幼小行街孩子可以去读的书 推荐您来读一读 我们直播间的一个新书 叫和卡高学习交朋友 小学的孩子可以去读 好好长大 学前的孩子 怎么样和别人进行社交 您可以读读这本书 非常有意思啊 我读了好几遍 和卡高学习交朋友 这个二到七岁都可以来读啊 好的来看一看吧 瞎画瞎画了个小鳄鱼 Crocodile 正好因为面前有这么一个东西 对 冯凤左手拿到的是我们图意的拼图 右手拿到的是用我们植物筋 马克比画出来的小鳄鱼 是的 回头我找您学一学画画 哎呀别客气 我们一起来画一画 这是啥 火烈鸟吗 还是火鸡 火鸡 应该是火鸡 问问观众 我们观众都很厉害啊 好的好的 各位朋友 那接下来呢 我的部分就先到这里 我们一起欢迎冯凤 冯凤会继续和大家分享好书的 大家晚上好 辛苦滔滔 辛苦滔滔 来大家把辛苦滔滔打在我们屏幕上吧 谢谢各位 欢迎火鸽 对 对感谢各位 今天就特别好 就是上一个主播没有讲完的时候不用刷 因为下一个人到点了就会上来 对不对 我们尊重每一位这个我们的主播啊 付出的这个辛苦 感谢大家 然后呢 这个拼图有人要 麻烦把连接往上谈一谈 嗯好 来吧 咱们今天晚上呢 继续来给大家推荐好物啊 推荐书籍 嗯 咱们今天先说海错图啊 来 这本书呢 是咱们的 新上的一套书籍啊 也是我自己个人特别喜欢的书 去年的时候我就已经买过了 然后呢 现在在咱们直播间里面 价格呢 也比较美丽啊 大家可以来看一看 所以这个书呢 它是这样 是一个非常著名的科普达人啊 叫做无穷小亮 就是那个胡主任 那他的真名呢 叫张辰亮 是一个从小就喜欢 动植物啊 喜欢这些 自然界的这些生物的一个人 然后他呢 后来自己就学了这个专业嘛 然后又因为有很多的这种天赋 所以呢 他的这个语言 他的口条 他的这种谈吐啊 都特别的好玩 那海错图呢 原本是清朝一个叫聂皇的人 他呢 自己是住在这个沿海 然后考证了中国很多海边的这些植物动物 但是呢 这个里边呀 毕竟是时代的局限性 所以有一些错误 那么小亮呢 就去进行了新的这个考证 那么达到了一个特别特别幽默又搞笑 又能给我们带来知识的这样的一个书籍哈 所以给大家来看一看 这个特别好玩在于哪儿 就是我们今天可能吃过的很多的动物 我们呢 见过的很多的这些鱼类虾类 但其实它本身啊 可能有一点跟我们想象中不太一样啊 所以这是特别好玩的一个事情 来比如说海曼 海边的市场经常挂满了一种巨大的鳗鱼 这是很多鱼类的噩梦 它也给人类留下了深深的味蕾的印记 所以你看啊 这是人们干嘛呢 去吃的 对不对 来 颠倒的一排牙 宣传海测图笔记的第一测试 我接受了不少采访 好多媒体都问过一个问题 假如你回到康熙年间和聂晃见面 你会有他说什么 他说 我回答 我想跟他说 最好照着实物画 千万别凭感觉 这样我考证起来很麻烦 什么叫凭感觉画 就拿这张海曼图来举例 这与好人 形似慢 嘴裂大 有利尺 头尖长 再配上一个文字 显然就是海曼科的海曼 自古至今名字没有变 但有一个细节吸引了我 聂皇说海曼 口内之牙中央又齐到 也就是说口腔中央又长了一排牙 这排牙被他画在了下河上 有意思哈 我之前在市场上见过不少海曼 还真没有注意到这个特征 赶紧找出海曼的照片 可惜都没有拍到这个细节 直到翻到一张在东京市场拍到的照片 才发现下河断掉了 露出了上河的内部 看到了一排牙清清楚楚的长在了上河的中央 我查了一下 这排牙是长在牙膛上 鲤骨上的 所以叫鲤骨牙 可以有效的勾住猎物 你看聂皇当年画的是什么样子 画的是这个样子 对吧 画的是这个样子 大家能看到吧 下边是有三排牙 你觉得这个符合生物吗 其实并不符合 对不对 所以其实这就是我们有时候 往往会凭感觉去做一件事 哪怕你在做科普 哪怕你在这个宣传新的东西 但其实呢 我们有的时候依然会有一些这个错谬 然后海曼 人们怎么去吃它 今天我们怎么去制作鲤鱼饭 那么古代的人们又怎样的去吃鲤鱼 现在世界上哪个国家更适合 更善于去吃鲤鱼 这里面都有 包括铜盆鱼 然后可喜可贺 因为长得像铜盆的鱼是什么样子呢 其实还挺好看的 你看啊 当年叫铜盆鱼 实际上我们去看各种各样的这些绘画之后 发现它其实就啥呢 就是鲦鱼 大家有吃过的吗 写出来其实是粥啊 但是就写出来右边是个粥字 但其实这是念雕 不用刷这个入职的日期 不是 蓬蓬和天拳是周四 然后我跟小孩是下一周的周二 因为我们这入职都是周二周四才能办理 不是同一天 不是同一天啊 对 今天有朋友来送花了 感谢 感谢 心已经收到了 非常感谢各位 但是以后不用破费 真的真的啊 不用破费 这个大家能喜欢我们的直播间支持我们 然后呢 支持我们推荐的好物就已经很开心了 感谢各位啊 所以这本书啊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特别特别的有意思啊 海错图笔记 这是无穷小亮 这个写的一个书 来比如说河豚 大家有想过河豚到底里面吸的是气 还吸的是水吗 可以来这个看一下 都特别好玩 然后包括河豚 河豚 遇上食 对吧 所以其实古代的时候 人们就已经对这种鱼类是很有了解的了 直到今天我们依然把它当成一道鲜美的这个盘中菜 拿来对待 所以这本书啊 如果没有买过的话 可以给大家推荐推荐啊 真的特别的好玩 非常有意思啊 这是海错图笔记 无穷小亮的这个书 它的这个语言就是特别的风趣幽默 那所以呢 是很有 你读完之后有意思 就像今天我们去看这个 怎么说呢 就是有的那种笑话 那吧 它你看完之后是那种爆笑 但完了之后 你就想不起来了 而有一些笑呢 它是微笑 但你微笑之后呢 你能记很久 所以这个是各有各的这个好处啊 各有各的这个点位 这是我们的海错图 然后接下来呢 咱们来看这个山海经啊 如果现在家里面有这个 小朋友的 幼儿园的 或者是小学初中的 那我们来说一下山海经 如果现在咱孩子呢 是一到六年级 那么我们推荐这个版本哈 这个是考试必考的 也是中学生 小学生必看的一套书籍哈 这个推荐啊 一到六年级 包括幼儿园大班的 可以来看看这个版本 因为这个版本里面呢 是有拼音的 所以家长们就比较省事儿了 孩子们可以自己去观看啊 自己去看 那我们来看一看哈 比如说有一种鸟叫做蛮蛮 特别可爱哈 它的这个音还给你标出来了 第二个是轻声 不念蛮蛮 念蛮蛮 对不对 那么这个蛮蛮是什么呢 比翼双飞的爱情鸟 它的姓名叫蛮蛮 它的住址呢 是宠物山 形状呢 是如浮而一翼一目 乃得相得乃飞 技能就是比翼双飞 你看啊 这个是西次三经 也就是说 当年人们观察到 这个动物的时候 应该是在哪 应该是在西边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可能当年一只畸形的鸟 也有可能是一只 当年的这种变异的鸟 也有可能就是两只鸟 然后一起飞被人们误判了 所以山海经 它其实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人们在当年 用不太发达的科技 和这个眼界 但是呢 又超过今天人的浪漫 去看待他们所见的 万事万物 然后呢 赋予人的情感 这个其实跟那柏拉图 那个思想是一样的 有的时候并不是 他到底做了什么 而是我们通过 自己的主观认知 赋予对方一个新的内涵 或者含义 大家其实可能都懂啊 你看 比如说今天我们会认为 某些动物代表忠贞 然后呢 某些植物 代表这个思念 然后某些花 代表什么什么 这样的花语 对不对 其实它本身有这个意思吗 它没有啊 而是人类赋予了 它这样的一个意义 赋予了它这样的一个内涵 所以山海经啊 就是这样的一本书籍 是曾经的人们 用他们那种超脱于 今天人的想象力 在进行的一个事情 所以我们在看它的时候啊 你可以找到很多古人的能量和智慧 就比如说 我们今天 在去看这个山海经的时候 里边非常著名的故事 精卫填海 夸父逐日 它其实在给我们 道出了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呢 你看比如精卫填海 他想去找他的父亲 那炎帝去玩 结果被大海吞噬了 那么他的精神不死 幻化成了一只鸟 叫做精卫 然后闲着小石子去往大海里面扔 妄图把大海填上 能填上吗 不可能 这只小小的精卫 在大海面前非常的渺小 但是 它的内涵在哪 人与自然之间在不断的抗争 我们一方面从大自然当中索取 但另一方面 我们也在向大自然发问 在质问你 在向他提出 发出这种挑战 就是我们不屈不挠的精神 可能永远达不到 但是我愿意去做一种奋斗精神 一种顽强的精神 包括行天 其实也是一样的 他把头都被人消掉了 但是依然 这种不屈不挠的 代表了战神 代表了一种被强权所压迫之后 即便失败了 但是精神不死 再比如说 这个 夸父 他去追太阳 他想看看太阳到底落在哪里 想看一看太阳每天 到底为什么能够定点出来 定点落下 那么你落下之后你去了哪里 这其实不是一种科学探索的精神在里面吗 所以呢 我们在看山海经的时候 也可以从中得到一些智慧 得到一些看待事物不同的眼光 我们可以看到古人在编这些故事背后 他们心中的那些呐喊 然后另外啊 如果现在已经是初高中生了 然后呢 如果是这个 这个大人了 也想看看山海经的话 那么就推荐这个版本了哈 他里面呢 这个绘画也是很好的 但不像那种小孩子书一样哈 旁边呢 是原文 下面呢 是译文 大部分人是没玩看原文的 咱也看不懂 都是看译文和注释 然后这里面的这些故事 我们带这种探暗的眼光去看它 你看比如说这个鱼叫什么 叫做秋鱼 但实际上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画像 看到它里面对它的形容 这应该就是什么呀 就是一只鲤鱼嘛 对不对 长着须子的 就是一只鲤鱼而且林这么大 所以山海经啊 其实是这样的一套书籍 是古人用他们有限的科学 想象了很多的事情赋予了这些动物植物生物一些内涵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好吧 这是山海经啊 小学生和幼儿园大班的优先推荐这个版本哈 然后呢 如果是成年人推荐这样的一个版本 或者初高中生推荐这样的一个版本 今天有很多学者们啊 现在已经改变了这个观点了 往前倒一百年在新新文化运动期间 哪怕像鲁迅他们对于这个山海经评价都没有那么高 但是局限性谁都有啊 都有局限性 所以你看今天时过境迁 我们依然能够发现山海经当中 除了他能够佐证历史 能够在很多的角度让我们知道当年的人是怎么看待周边的这些事物的 那么另外一方面也能够让我们看到古人在编这些故事的时候 他们背后内心所投射出 所反映出的他们那个年代的人的一些内心 你可以想象一下宇宙的诞生 宇宙的终结 它都会有一个时间节点 而时间这个概念本身 它是永远没有尽头的 所以非常遗憾 那么我们当想到这个的时候 可能会往往有点 觉得自己的渺小 觉得自己的这个卑微 但是没有关系 我们可以用自己有限的一生 去了解更多 那么了解的这些东西 未必能够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什么直观的作用 但至少我们人是充实的 我们头脑当中有知识武装着我们自己 那么就不容易会被别人带跑偏 而且你不知道你会的某一个知识 在可能某一个节点突然间就用上了 那对我们的生活没准就有好处 那么可能我启迪了我的孩子 可能我启迪了我周边的人 可能我被我的领导重视了 然后呢我有一个晋升的机会 很务实啊 我们都可以从书本当中 找到这些能量和智慧 来这个就是山海经 一到六年级的和小学生 幼儿园大班的来拍这个版本 如果是初高中生或者是成年人 可以去拍那个单本的 来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四大名著 四大名著呢是先推荐 看的这个版本 如果现在孩子们在上小学 那么推荐这个版本漫画版的四大名著 也是啊 因为确实有朋友说过啊 别讲那么多灰暗的东西 那好 咱们今天就讲点这个比较 比较积极阳光的 什么方面呢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沙僧 咱们今天讲西游记哈 来看一看沙僧 沙僧呢 在原著当中 他呢 其实可以给我们很多人啊 非常现实的一个指导的意义啊 虽然现实啊 但还是积极阳光的这个角度去讲 你看比如沙僧 在这个小说当中 在整个团队当中 他的存在感是不是特别低啊 但是就是这样存在感低 可是呢 你找到自己的定位 你不轻易去站队 你不轻易发表自己的观点 而且你总能够在关键的时候 对吧 点出那么一两句 来增加一下这个天平的倾斜的角度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沙僧可能是非常非常多 我们这样的普通人 在现实当中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如果大家有这个共鸣的话 可以打在我们的评论区哈 其实真的是这样 我们好多时候在职场上 并不是那个拔尖的 我们也并不是那个垫底的 但是呢 我们的这种存在感 好像并不是那么的高 但没有关系 我们在自己的那个领域上 好好的耕耘 好好的去完成自己 本该干的那些事情就够了 职位肯定有高有低 没有贵贱 但肯定有高有低 有的人负责的事很大 有的人负责的事很小 但没有关系 有一位演员啊 我不说他是谁了 他有一句话特别的打动我 这句话叫什么呢 就是有的人 这个招集 可能招的是几个亿 几十个亿上百个亿的急 而有的人可能会为了一百块钱 就是今天的一顿饭 我会着急 从这两件事本身 确实有大有小 一个人可能是为了一个公司的前途 命运在操心 而有的人可能仅仅是为了一个一百块钱的事 在操心 但是从操心这件事 从着急这件事上来说 完全没有高低贵贱 大家同意这个说法吗 其实真的是这样 你着急 你有你的急 大老板有大老板招的急 我在我家里有家里着急的这个事情 但从着急这件事来说 对于大家来说 内心那个反应是一样的 没有高低贵贱 所以你只要摆平一个心态 我知道我自己是几斤几两 我知道我是吃哪碗饭的 我们在自己的这个领域内好好地耕耘 就很好了嘛 所以沙僧在援助当中 其实起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作用 他才是更多我们现实当中的人的一个写照 我们并不是像孙悟空那样拔尖的 我们也不是唐僧的呀 一个可能本领不是很大 但是呢 他的这个后台很硬 他是金蝉子准世 是如来佛最喜欢的徒弟 那我没有他这样的一个位置 我也没有猪八戒那样的一个灵活的头脑 我也没有猪八戒曾经在天庭上那样的一个位置 他就是卷帘大将嘛 比猪八戒地位在天庭上还低一点呢 但没有关系 我现在在团队当中干好我的本职工作 那么当谁需要我的时候 我就当那最后的一把火 我没有办法帮你雪中送炭 但我是一个锦上添花的角色 我们生活当中需不需要锦上添花 当然需要了 对不对 所以沙僧这样的一个角色 对于很多现实中的我们是有非常大的这种指导意义的 因此你看 小朋友们先去看小朋友们该看的版本 他们现在可能不理解 我们在一个团队当中要起什么样的作用 我们可能小朋友还不知道 将来的这个社会上会有很多很多 比较复杂的事情要去处理 要去面对 但没关系 先大概去把这个故事怎么讲的 再说什么 给他搞清楚了 哪一章节之后是什么故事 那么往下 我们等到成年以后 孩子们再去看名著 包括都不用等到成年 在初高中的时候就已经要去学名著了 比如说西游记里边 孩子们会学孙悟空跟二郎神的斗法 然后呢 孩子们会学这个三大白骨经 然后十五传里边呢 会学智取生生刚 黑旋风斗浪里白跳 《红楼梦》里边呢 会学香灵学诗 会学黛玉藏花 《三国演义》里边会学赤壁之战 会学这个三国茅庐等等等等 包括语文课还有呢 对吧 这个初始表啊什么的 所以这些故事 这些名著孩子们都要先看 这样的话 你看等到将来 他上学以后 包括大人 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 我们一般在一个社交聊天的场合 你一定会先去关心什么事 关心那些我有点基础的事 对吗 对吧 所以其实道理就在于这 一个我完全没有基础的事情 我可能会就是不听 或者就走神了 但有一个事 我稍微有点基础 我可能会支着耳朵多听一听 发表一下观点融入进去 所以这个就是 让小朋友们先看书 先去按他们的这个版本 能够理解的这个角度去看 所以优先推荐给大家 这个漫画版的四大名著啊 里面都是这种四个漫画的形式 让孩子们先知道 故事到底是怎么回事 好吧 不用刷语速哈 我不累 大家放心啊 我不累 然后呢 如果是初高中生 优先看这个版本啊 这个里面把那些血腥的 把那些爱情的方面的 这些东西啊 给这个 删除掉了 孩子们上学的时候 出高中生 看这个版本 然后我们也有那个原著啊 太沉了就不搬上来了 如果家里面还没有四大名著的话 一定拍一套 这个书家里面必须得有吧 那么它是一个 就中国嘛 就这么传统四大名著 再多说点六大名著 算上如林和这个聊斋哈 但这六大名著放在一起 我们家里面其实应该是有一套的 首先 作为一个中国人 那吧 我们有很多伟大的这些 咱们的这个 元勋们啊 都说过这句话吧 你作为中国人 没有读过四大名著 对吧 没有读过红楼 这都不是中国人了 这不是我说的啊 这是我们的那位 对吧 我们的这个 革命导师说的啊 确实是这样 你去看这些书 你会发现 人类从某些角度 有进步 比如说科技 比如说这个认知 科技领域的认知哈 有些进步 但其实人内心 没有什么进步 你古代的人 那也是嫉妒 羡慕 贪婪 色欲 然后就这不就是这些吗 你今天不还是这些吗 对不对 所以其实在这个领域 我们没有进步 周而复始 就像一句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对吧 一句宽于待人 言于律己 今天有几个人能做到 对不对 其实没有几个人能做到的 所以这就是我们去看书 然后呢 去让自己变得更加沉淀的一个必要性 正因为几千年了 在这个领域 全世界的人都没有进步 那就更需要我们去加强建设 我管不了别人 我管好自己 我能不能不去做那个 言于律人 宽于待己的人 我先严格要求自己 再去说别人 对吧 我们能不能做到 我从我自己做到 那不就可以了吗 当每一个个体都更好一点的时候 那我们的整个大环境也会更好 所以现在有的时候啊 就容易被带节奏 就是都说大环境不好啊 所以才显得我不好 这个本身就有问题 如果每一个个体都好的话 大环境怎么可能不好呢 对不对 那大环境不得不说 有些是个体没法掌握的 我们不排除这一点 但是如果你自己能够把自己的事情先做好的话 那本来环境也会 即便不好也会更好那么一点点 对不对 所以既然改变不了对方的时候 我们就先从自己开始改变 当看的书越来越多 我们就可以在知识面前更加的谦卑 也不会张嘴 就是那些非常没有水平的 非常非常低俗的那些东西了 所以看书是一个我们这个直播间 所希望能够带给大家的一些正能量 就像图书号 是我们所有号里边最不挣钱的 但我们依然要有这样的一个 因为我们曾经都是教育工作者 我们不会去其他的直播间里面调背导弹 我们在这也都是传播正能量 观众们不傻 如果能够被带走节奏的这些观众的话 他们也不会出现在我们的直播间 而调背导弹的 我们也不会去理你 最近两天老老朋友跟我说 我不要去理这个直播间里面那些调背导弹的 我大部分确实不理啊 但有一些你已经把那个直播间里面正常的这个顺序 要把这个宁静给打破了 那我必须当然要管一管了 所以有些朋友劝我说你别理他 你理他反而显得你啊 小气了什么的 还是那句话 个别的我当然不会去理了 但有些因为你的一些话 然后整个让我们直播间全都围着你这个话题在聊了 大家正经听书 然后来这个问问题的 我都看不见了 那当然要管一下了 对不对 这是我们的直播间 我作为一个主播 我有义务去管这件事情 所以大家有的时候好心啊 好心 但是呢 可能不能完全按照您的这个意志为转移 希望大家理解啊 来四大名著大家可以去给这个小学生啊 来拍这个版本 然后呢 如果是初高中生就拍这个版本啊 我们也有那个原著 大家可以去买一买看一看 非常好 以后接下来还是每天 只要上播都给大家讲讲四大名著里面的这些故事 好吧 然后我们一起进步 一起从这些古时候人们留下的这些东西当中 汲取我们能够在今天现实当中应用的 包括可能用不上 但是增加点知识储备总没有坏处啊 然后接下来呢 咱们来看这个藏在地图里的中国历史 来 这本书呢 是上下两册 还送一大 还送好几张啊 地图 特别大的地图 大家可以来这个看一看 可以来拍一拍 来 咱们接着讲汉潮啊 大家如果之前拍过这个书的话 就可以拿出来了啊 来 这个呢 是我们的 呃 藏在地图里中国历史 我大概在两个月以前 两个多月以前了 想买这个书 全网都买不着脱销 然后我们这 很厉害 找到了这个库存 然后呢 现在 一直有货 只要他不脱销 就一定给大家去讲 好吧 然后呢 昨天咱们讲到了这个汉潮 刘邦搞的这个郡国并行 之后呢 不是出了问题了吗 汉武帝用了一个阳谋 那就是推恩令的方式 把这个 分封的诸侯国 再叛乱的这个事给解决了 同时呢 又用这个刺史制度去监督郡 那因为郡县制嘛 是秦朝的 分封制呢 是之前周朝的 所以摆在刘邦面前 这两个制度 其实都有点小问题 那么汉武帝刘彻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解决 那么在 推恩令的这个 进行的过程当中 汉武帝其实还在另外一个维度啊 希望能够进一步的让他的这个江山永固 希望能够进一步的让当时的人们更加便于管理啊 我们所以没有必要为封建王朝唱赞歌 他们当时就是在愚弄百姓 我们今天到底来看一看 汉朝用了怎么样的一个方式啊 其实就是愚弄百姓啊 是为了立于统治的 那当时呢 有这样的一个人啊 叫做董仲书 他可能啊 在我们这个更多的大众的脑海当中 并不是特别的这个出名啊 董仲书是怎么回事呢 他是一个儒家非常重要的人物 今天一说儒家三子 其实不是孔孟 而是孔子 董仲书和朱熹 朱熹就是南宋的那个朱熹理学家 理学也是儒家的一部分嘛 而董仲书呢 名气没有那么大 但是如果我们去翻翻历史 翻翻中国思想的这个变化的话 那这个人是毫无疑问啊 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存在 当年汉武帝提出了天人三册 那就是你们来给我写一写 那你们这些读书人 你们这些做官的 有思想的人 给我写一写 到底怎样 什么样的方式能够便于统治 能够让江山永固 能够让我们的大刘家 那老刘家能够坐稳江山 那么当时在众多的这些上书当中 董仲书的这一套理论 把汉武帝给说服了 这个东西稍微有点 那个那个那个悬啊 来咱们咱们咱们 尽可能的不谈川 首先呢 他说了这个天人合一 这是董仲书的思想啊 叫天人合一 什么叫天人合一 就是他说人跟天啊 其实是可以沟通的 而你看天 有个儿子叫什么呢 叫做天子 对不对 孔子 什么孔子 这个皇帝 那么就叫天子嘛 所以当时啊 这个董仲书就抓住了这一点 他说了 人跟天可以沟通 而皇帝被称为天子 所以是天的儿子 是比天低一级的 而人可以直接跟天沟通 这个叫什么呢 叫做天人感应 你在今天看来 这个完全就是搞笑的事嘛 可是在当年你要知道 2000年前 人们还没有今天这样的 用科学的方法打破愚昧的 这种能力呢 没有这样的知识储备 不要用今天的人去想当年啊 当年的人 当看到这样的理论的时候 哇天哪 太厉害了 天人合一 人跟天可以沟通 人可以直接跟天去对话 而皇帝是谁 皇帝恰恰是天的儿子 对不对 所以你就可以想象一个事 如果你觉得当朝天子 如果你觉得皇帝不好 你怎么办呢 你去祈祷啊 你去跟天沟通啊 哎呀皇帝 这实在是不怎么样 然后这个老天爷 你把他带走吧 用这样的方式 那你今天看来就是搞笑 对不对 但当时的人们 他就会接受这个观点 皇帝自己也明白 我自己给自己降级 就比如说你想黑我 我先自黑 对吧 我让你无所遁形 让你黑不了我 就这种感觉 然后呢 皇帝如果犯了错之后 就下什么呢 叫罪己诏 相当于就是皇帝写检查 比如说这个旱灾了 水灾了 地震了 皇帝就下罪己诏 我错了 所以大家知道 汉武帝晚年干了一个事 就是什么呢 轮台回过嘛 哎呀 把这个大汉文景之志 积攒下来的这么多的家底 汉武帝中期就给败光了 所以晚年的时候 轮台回过 罪己诏 我错了 对不起对不起 所以这样的一个模式玩下来 当时的皇帝看完之后 太高兴了 哇 这真厉害 于是 董仲书这个所谓的儒家 其实不 他的这个儒家是杂揉了 道家 法家 然后这个各种 诸子百家的思想揉在一起 只不过依然冠以儒家的这个名字 因此从董仲书开始 所谓的那个儒学 应该叫做新儒 而不是当年孔子的那个儒了 因为有这样一句话 叫做子不语 怪力乱神 孔子最不喜欢的就是那些封建迷信 那些神神鬼鬼的东西 对吧 而董仲书这里边夹杂了这些 都天人感应了 你说这是孔子的思想吗 所以孔子非常倒霉 孔子非常的无辜 他就是那个柏拉图 所谓的那种违心主义的受害者 真实的孔子根本就不是这样的 但是历朝历代的人们 那去 有的神话孔子 有的贬低孔子 有的改造孔子 弄出了这样的新的思想 才是后来影响中国两千多年的儒家 而不是春秋战国的时候 那个孔子影响了我们 那那个孔子 他的一部分思想影响着我们 可是里边被夹杂了太多其他的东西了 所以这就是汉朝当时 汉武帝时期为了巩固大一统 为了巩固他的这个江山 所采用的在思想方面的一个方法 一个学派 就是新儒家 而这个人我们可以把它记住 叫做董仲书 来 这个今天给大家里面讲了这样的一个小知识 我们这本书 只要不脱销 一直给大家讲 大家如果家里没有的话 可以来拍一拍 可以来看一看 特别特别的好 来接下来咱们讲哪个 全球通室 来接下来咱们讲全球通室 买全球通室的话呢 建议大家可以去 来一套地图 我这个受伤的杯子 继续营业当中 建议大家可以买个地图 因为地图呢 能够更加便利的 让我们去了解很多的这些事情 就像这个 有很多知识 我们直接去看呀 可能未必理解那么透彻 但一旦有了一个地图 你立刻就能明白 对吧 你就知道有些战争为什么会胜利 而有些人为什么会失败 对吧 它跟那地形都是有关系的 全球通室呢 大家拍完之后呢 优先建议看下册 如果现在咱们的小朋友啊 要上初高中了 或者正在上初高中 又或者说你就是成年人 建议家里边可以有这样的一本书籍 他干嘛呢 他能够更好的帮助我们了解今天的生活 帮我们知道一下 我们现在这些所谓的股票 信贷业务 然后我们现在的这些经济 国际格局都是怎么来的 这个就是1500年以后 全球化是在这个时候就已经到来了 所谓的经济全球化 因为过去的时候 人们真的不知道 当时明清的时候 完全不知道西方的科技术已经悄然的点燃了 正在进行原始积累 为什么事做积累 积累完之后 为工业革命的爆发再做积累 所以当时我们由于没有抓住这样的一个机会 造成了近代 那这100多年非常非常盘跚的这么一个近代史 一个一个的败仗 丧权辱国的条约 因此这个事本身给我们的警示就特别的大 千万不要说这个 我闭门修炼好我的内功就可以了 然后呢外边怎么样我不管 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 我一直强调过一个小小的观点 就是我们现在自强不息没有错 但是你也要知道大环境是丛林法则 没有人会去这个爱护你 他爱护你 他一定出于别的目的去爱护你 你们有利益的这个牵连 你们有其他其他的这些可能是契约 这个契约背后可能还是利益 而本质上来说 在这个国际格局当中 有共赢思想的人并不多 我们的这个古老的民族留给我们的智慧是共赢 但是你要知道不是所有人都认为共赢很好 就像我们今天抖开这样的一张地图 你为什么会发现 有很多周边的这些地区对我们不是很友好 因为他怕你 他因为怕你才要各种抹黑你 要知道的是我们有本书叫这里是中国 那本书里面你看看 一百年的时间 严格说都不到一百年 我们没有通过像这些列强一样 那些原始积累 血腥的三角贸易 没有通过奴役 没有通过去建立殖民地和殖民据点 压迫别人 我们居然再次崛起了 用的时间一百年都不到 所以他们会怕他们不能够理解 为什么你居然跟我用了不一样的方法也能成功 你以为一个民族的智慧跟个人的智慧就是有很大的区别吗 其实真的不是这样 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 他都已经是一个这个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这个这个国家的怎么样怎么样了 他怎么可能想不到这个 但你要知道有些原生带给你的观点跟你本身就带有冲突 你的智慧可能从某种角度来说 我说的是某种角度 你就是比他要强的 共赢跟弱肉强食 我们今天脑子里面去想一下 明显是共赢更好 对不对 但是有些现实 有些历史的原因 有些地理的原因 有些根深蒂固的观念方面的原因 造成很多人认为共赢 他无法想象 他能够想象到的 就是 蟹魔杀驴 想到的就是 弱肉强食 想到的就是 我要凌驾于你之上 所以这种思维呢 我们今天回顾历史去看 为什么有很多事情我们能够 看得懂又仿佛看不懂 我也只是一个很年轻的人 我连30岁都不到呢 所以我很肤浅啊 我个人的肤浅的认知 我觉得 更深处的东西我说不出来 但现在我自己能够给我自己的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 就是 我们用了100年不到的时间 走出了一条跟他们不一样的道路 并且也很成功 让很多其他的眼光所不能理解 不能接受 所以他们希望你失败 因为你失败了才能证明他们对 这本来是一个很可悲的观点 你要靠你的失败来证明我对 他们不会想到的是 这两个可能都对 他可能想不到 所以我们只需要做好自己就可以了 就像柏拉图的那个违心的那种思想 他真的是这样 我做了主播之后 就更加的能够明白里面的这种 大家想看柏拉图的话 可以看看上册哈 这里边就是 一个人 他本来真实形象是这个样子 但是一堆人 说你是这样 你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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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这个人自己可能都动摇了 我到底是哪样 他可能从中选择了 那么几个负面的 因为人们看好的东西都能够接受 你不会多看一眼 但是看坏的东西 你会多看很多眼 你会去想 你会去分析 会去琢磨 那么最后把这个人都弄动摇了 这就是舆论 这就是反噬 所以我们当看的更多的时候 当我们去了解的更多的时候 你当掌握的资料更多的时候 就不容易被牵着走了 就不容易被带跑偏了 即便还有可能被带跑偏 但是我们至少增加了一点 不被带跑偏的概率 对不对 因为降维打击还是很恐怖的 我们每个人都是有限的 一个团队很厉害 一个非常庞大的集体很厉害 一个非常非常庞大的同盟可能很厉害 个体个人可能斗不过他们 但没有关系 我们一点一点用古老的道家哲学 慢慢的发人 以弱胜强 以退为进 唐人有诗 手把青央插满田 低头方见水中天 我们要想看天 应该抬头看 对吗 但如果你现在在水塘里边 我们低头也可见天 低头方见水中天 六根清净方为道 不要受那些外界的东西干扰过多 不是完全不干扰 要听要看 但不要受他们的干扰 那么最后 退步原来是向前 我们插秧的时候 你不可能正对着它去插 对吗 这样的话没有办法辨别 这个插的秧 是不是直的 我们就是要退着步 那么倒退着去插 你看似我在退步 但因为我在退步 所以我可以笔直的 把这些和苗 秧苗插在我的水田当中 这就是一种非常古老的 但是到今天都有启迪作用的 这样一种思想 所以看全球通史 我们拔高一点维度来说 可以让我们增加一些思想方面的广度 也能够帮助我们在广度上增加一点思考方面的深度 这样的话 我们可能在职场上 在社会上会有更多更多的可能性 没有一本书能够给你保证 说你看完它就如何如何了 我们也不敢给你保证 这个我自己都没有怎样 对吧 更不敢给您去许诺 但是至少多看点书 多掌握点资料 多掌握一点可能性 我觉得 对吧 未来没准会突然间在某一个点上 迸发出一些我们自己都意想不到的事情 对吧 全球通史啊 推荐给所有的人 来下一个咱们来看这个 它到底是哪个 这个呀 行 中国历史大话卷 这个书呢 这多少本来的 十本是吧 对这个书呢 本身是八本 然后大家拍的时候啊 还在送您两本 这个是特别有意思的 还送 这两本是送的 现在我手里这是送的 然后呢 这个书啊 它里面都是 手绘的 都是手绘的 然后外加这个 不是都是手绘啊 就是有相当多的手绘的这种大卷 然后给你去讲一些知识 然后呢 配套 这些 像历史书一样 你看比如说李白到底是哪里的人 李白在汉连院做了些什么 李白为什么这么有才华 为什么不参加科举 华清宫在哪 李白一生中游历过哪些地方 为什么杜甫是李白的超级粉 李白有存世的书法吗 为什么说唐诗假天下 对吧 他不单单是给你去讲这个 这个一些这个历史知识 历史人物 比如昨天跟雨晖交接班的时候 我们聊了聊武则天 对吧 我为啥没法讲呢 我在图书号可以稍微讲点 大号跟这儿的审核不一样 图书号咱们的这个关键词啊 少一点哈 所以 武则天呀 他不是一般人 真的不是一般人 他的家庭出身很高的 他爸武史约 对吧 一直是这个做官的 而且家里面的这个市 势力特别的大 昨天提到了科举 对不对 这个东西在大号没法讲啊 现在给大家来讲 因为当时的这个唐朝 那科举制确实已经完全形成了 隋朝开始有的嘛 唐朝最终形成 但问题在于 唐朝形成以后的这个科举制 依然是被很多旧贵族给把持着 隋朝的时候 没有武品官去给你推荐 你根本就没资格去参加科举 那你想想 你能认识几个武品官 就跟今天 我们我们我这举例子啊 跟不是跟今天肯定不是一样啊 你今天参加这个公务员考试 肯定不用人推荐 报名就行了 我只是类比一下哈 今天 咱们有几个人能认识一个省长 对吧 能认识一个高级官员 对吗 没几个人 对吧 当年这个科举就是要这个样子 你需要认识一个武品官才行 唐朝有所降低 但依然推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这个叫所谓的敲门砖 不是你报名就行 你要有人推荐你才可以 那么武则天干的一点在哪特别的好 他知道自己根基不稳 所以就把科举更加的广开这个门路 你看啊 正好姓武 而武举就是武则天时期设立的 你想想除了这个很多读书人以外 还有一堆空有一身蛮力 学术水平可能确实不高 我写字不好看 然后呢 我的这个学问可能怎么学都不是特别适合 可我力气大 我武功好 那么武则天时期开了五举 给了更多的人一个可以上升的空间 所以你可以理解为 那这是这是上层就这么点 那么下层是这样的一个 而武则天把这个口子打开的更大了一些 当然有他个人原因 因为他根基不稳 那么中国历史上没有女皇 古代就是男权社会 这个没有办法 我们无法改变的一个历史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武则天他就是为我们的这个历史 做出了扭转 做出了这个改变的一个人物 他在中国历史上肯定是 这个皇帝当中能排个中上等 没有问题 顶尖算不上 中上等没有问题 可是他的私生活 我没有知道 把自己的孩子杀死 然后去这个在后宫当中的斗争 然后以及他跟唐明皇之间 这个什么唐明皇 他跟这个唐李世民的儿子 是这个 唐高宗李志 那李世民之后就是李志 唐高宗 原本武则天是李世民的 那个对吧 然后后来跟了这个李世民的儿子了 但其实呢 他俩的这个辈分原本是不一样的 在今天看来可能不能接受 包括他很多这种为了上升 不择手段 对吧 他的这个女儿 但是没有关系 我们分开来看 因为他们毕竟是政治家 他们毕竟是曾经的古人 你不能完全有今天的这个标准 去要求他们 对不对 就好像拿古人的标准来要求我们 咱们今天一进门 先得给父母磕头 我们做得到吗 对吧 所以这个就是 千万不能二分法去看待 然后我们再看看其他的 这个呢 是隋唐盛世嘛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先秦时代 就是公元前二二一啊 之前都叫先秦时代 来 这个是西州宫殿的想象图 复原图 今天西州的宫殿就是浩京嘛 就是今天的长安西安 这个到底是哪啊 不就是就是到底是 这个当年建成什么样子不知道 所以是一个想象图 那么我们可以看看天子六驾 驾着马车 昨天给大家讲过吧 这样的车其实坐着特别的不舒服 然后呢 这个就是周公 一个雕塑哈 周公长啥样子咱不知道 只能想象 周公他就是那个叫鸡蛋的人 又被封在了鲁国 所以搞笑的说法叫鲁鸡蛋 叫鲁鸡蛋 他封在鲁国嘛 然后又姓鸡 然后名蛋 所以叫鲁鸡蛋 这说法哈 他有了这个西州的四大制度 分封制 宗法制 礼乐制和景田制 这四大制度 对后世的这个影响非常之大 他的景田制 叫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 你的这些产出 要有相当大的比例 交给你的上级 所以就能够在西州初年 维护住这样的一个统治模式 但周公也有他自己的局限性啊 他想不到 后来生产力提升之后 当你的产出远远的 超过你的上层的时候 你就不会再听你的上层了 所以周公在他的时代 你看他已经做到极致了 但是他想不到百年之后 会有铁器加牛羹 能够极大的提高生产力 他想不到 但是在他那个时代 他就已经是很伟大的人了 对不对 然后这里边 西州的青铜器 是人人都能用的吗 大家看到啊 这个青铜器 就属于保存的还比较好的 你发现吗 上面依然是这种金黄色的 青铜啊 给大家说说哈 铜是什么颜色啊 铜其实应该是 黄色的 对不对 是黄色的 我们把那个电线 有时候断了 你看那里边是黄色的 铜是黄色吗 但是呢 因为他在土里边 埋了几千年了 他氧化了 所以在今天 他变成了什么颜色 变成了这种绿色的 这是一个 我们今天的误解 以为古人用的青铜 都是那些 灰不流球 绿不垃圾的颜色 其实真不是啊 因此我们可以当一个小常识 了解一下 以后那些电视剧 你再看那青铜 绿不垃圾的 黑不垃圾的 都不对 当年应该都是金灿灿的 你想想那时候 本来这个屋里就没有电 就靠点烛火和日光月光来照亮 您再弄一堆黑不流球的东西 多难看 所以青铜器 其实都是当年 都是金灿灿的 才对呢 这个书可能有点贵 但是呢 还送两大本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非常非常好玩 不为人知的丛林深处 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世界 人际罕至的海洋深处 到底隐藏着哪些不可思议的神奇世界 这是宋的 然后呢 本身有八大本 把我们的历史 从先秦一直讲到这个近代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然后 接下来咱们来看这个 读懂名画的这个书 这里边还送几个这个海报 小海报 也可以挂着挺漂亮的 来 咱们来看一看 正好翻到西思廷圣母了 来看西思廷圣母吧 来 这个画啊 是文艺复兴时期 文艺复兴美术三节 拉斐尔米开朗基罗 和这个达芬奇 拉斐尔呢 他当年是靠了画这幅画 大家有可能见过哈 叫做什么呀 雅典学院哈 这个画呢 我看有没有大一点的哈 没有哈 来 大家呀 买完这书之后来看这 来看这 能再切近点吗 这个就是拉斐尔 把自己的头像给画进去了 然后呢 这个画面 这儿有一个漏出一个脑子来啊 这个就拉斐尔自己的自画像画进去了 然后呢 这个地方就是雅典学院 一个是秃头 谢顶的这个大叔啊 这个就是 画的跟达芬奇似的啊 他画的就是达芬奇的形象 真的是谢顶啊 因为达芬奇的那个自画像 因为达芬奇的那个自画像也是谢顶的 他画的这个谢顶呢 这个人就是照着达芬奇那个自画像画的 但这个人物是柏拉图 然后呢 这个手指着地的这个人物啊 是米开朗奇罗的形象 但画的是亚里士多德 那所以这两个人一个指天一个指地 在干什么呢 就是说明两个人一个是唯心的 一个是唯物的 柏拉图为什么手指天呀 唯心嘛 对吧 投射嘛 影射的 然后呢 柏拉图指天 那亚里士多德就指地 所以这两个人文艺复兴美术三节 当时也没有照片 唯一一次同框就在这幅画里边 叫做雅典学院 也正是因为米开朗基罗 不是什么呀 也正是因为拉斐尔画了这幅画 才能够跻身在三节当中 跟他的两位前辈 达芬奇跟米开朗啊 并列 然后再往下呢 就是这个 他自己的代表作啊 另外一个著名的代表作 叫西斯廷圣母 这幅画大家一看 还是宗教题材 对不对 那你说你不是文艺复兴 开始逐渐反对宗教了吗 你怎么还搞这事啊 来你看哈 这里边的人物 这个圣母 他画的是一个挤牛奶的女工 这个小孩子就是他生的孩儿 然后呢 这个教皇是照着一个皮革匠来画的 包括旁边这些人物 小天使 画的是拉斐尔家 据说是他家的一个邻居 一个蛋糕房的老板 刚刚诞生的小双胞胎 我虽然画的依然是宗教人物 画的是神 但我照着谁在画神呢 我在照着人的形象去画神 所以他叫做什么呢 叫做以人速神 以人速神 这个就是文艺复兴期间 迈出去的非常重要的一步 他比起后来的宗教改革 比起后来的启蒙运动 确实没有那么深的这个意义和影响力 但你要知道 零到一才是最难的 如果没有人在这些绘画当中 代表了那种对教会 对强权的反抗 后边的人们 你就没有人给你开启这把钥匙 对不对 一定要感谢零到一的那个人 一到一百也要感谢 但你的功勋永远比不上零到一的那个人 所以这样一幅画作当中 虽然依然在依托宗教这样的题材 但你要知道的是 这样的作品恰恰开启了后来 资产阶级时代到来的这个号角 吹起了他们的号角 开启了这样一个新的时代 我们到现在 都在受到他们的这个影响 然后咱们再来找一幅中国画 来不碾图 不碾图 这幅画呢 是唐太宗 当时遇到了这个 松赞干部的使臣 然后来朝进他 这里边没有松赞干部 你可以看到 中国画就不讲究这个神似 不讲究形似 更多的讲究的是什么 是神似 你看像唐太宗 这样的一个比例 坐在这样的一个布碾上 两个小姑娘就能把它抬起来 你觉得可能吗 对吧 而且这么销售的这种 其实不太可能 所以他呢 就是一种这个表达 当时的一个盛况就可以了 他并多 并不是非得要像那个 西方油画一样写实 我们这个很多画是写意 一种意境到了就可以了 然后呢 用这种白描的这种线条 大家不要小看这样的一个白描的线条 不信今天您拿那个毛笔 您去试试 对吧 在这个捐薄上 能不能够控制住这个墨 能不能手不哆嗦 非常流畅的画出一条 有粗有细的线条 我不知道我能表达清楚没 咱们举个例子 算了 我在这画吧 我举个例子 你看 比如我们今天 在这个 画东西的时候 我们就画一个侧脸 画一个侧脸 这只笔颜色太浅了 拿个黑的 黑的 太粗了 这个 来你看啊 比如我们去画一个人的侧脸 你看一个人的侧脸 好像没有什么意思 对不对 它没有立体感 你看我在这儿给你加一点 我在这儿给你加一点 然后我在这儿给加一点 它立刻就会厚重起来 大家发现了吗 发现了吗 但你要知道 你能做到一笔下来 这样又粗又细吗 好像得练练吧 对不对 得练一练 你看我刚才这个画的 其实是什么 是 去补充了一下 对不对 是补充了一下 但其实 很多白描的画 它是可以一笔做到这一点的 所以不要小看 包括今天孩子们为什么要练速写 那个速写就是 你的铅笔 你会看他的手一直在动 对吧 那个笔尖在不同的那样的 去碾 他干嘛呢 就是在画这个粗细 而且你要知道 当年的人是用毛笔画的 那就更加厉害了 所以不要小看 这个画虽然没有那么的 这个人体比例 可能不符合人体力学 可能 哎呀好像这个这个袖子里边啊 就是哎 你看跟今天油画没法比 不重要 你要知道的是 这里面的功底 跟那个画本身 它不在一个维度上 不念图 一个政治题材的绘画 中间这个人就是唐太宗 而且是当年严厉本 那同时代嘛 他就是唐朝人 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画的时候 你就能知道 唐太宗大概的形象 应该这种就是比较正式 比较官方的一个版本了啊 所以这本书 建议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而且是有二维码的 看到了吧 大家扫完之后 里面还有那个讲解呢 啊 这本书拍完之后也是 只要有货 我就一直给大家来讲 这里边的一些 呃 绘画的题材啊 这个这个这 这其实可以讲啊 但是因为有有漏啊 就不讲了啊 比如说拿破仑翻越阿尔卑斯山 这幅画 大家可能都见过 对吧 但实际上 有特别特别多的版本 而这幅画本身 它里边所蕴含的历史信息 也特别的多 我在卢浮宫里边是 什么卢浮宫啊 诶是卢浮宫吧 我见过这幅画的原作 然后呢 包括那个 你都是可以直接触摸的 那但是没有 没有人这么这么这么讨厌啊 包括那个 拿破仑加冕图 我都是见过原作的 它的那种保护 就无法想象 就跟墙上贴着 然后这就是墙 大概在这么这么宽的一个距离 就是一个 拦着的线 那然后你 你如果真的是淘气 你真的就可以摸到这幅画 但是没这么干啊 所以 大家可以去 把这本书拍回去 慢慢自己先看一看 然后呢 我再来给您去讲 那非常非常的有意思 那这样的一本书籍 读懂名画 孩子有气质 将来无论是我们在生活当中 看展的时候 聊天的时候 或者说 当你在某个领域 需要彰显一下 自己的这些知识储备的时候 这都是特别好的一个选择 那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好吧 这个读懂名画的孩子有气质 你看这不是孩子才看的书 大人里边 咱们没有那么多绘画的这个了解 对不对 我们可以去看一看吗 艺术品 你在各个领域都会接触到的 那特别好 推荐给大家啊 来接下来咱们说这个 地图上的全景中国地理 上下两侧 还是这两本书呢 建议每个家庭都可以拍一套 它里边呢 是把我们的祖国的每一个河山 每一个省份 每一个自治区 直辖市 特别行政区 首都全都讲到了 千湖之省 湖北 芙蓉 肖乡湘 湖南 百岳之地 广东 八贵之乡 广西 天涯海角 海南 山城 雾都 重庆 秀美 属地 四川 多彩之地 贵州 彩云之南 云南 世界 无济 西藏 三秦之地 陕西 雍良之地 甘肃 高原 明珠 青海 等等等等 这个你看光这个标题 自己的家乡 有更多的形容他的这些 优美的词语 所以这不就是一种积累吗 你说学知识 我非得是 看作文 听别人讲作文 我才能会作文吗 真的不一定 只要我们有一种 知道知识是触类旁通的 只要你知道知识 本身就是有体系的 你本身就站在一个 很高的维度 你是俯视 所有的学科的 这个不是说 对知识的不尊重啊 是你知道 所有的学科 他们本身 摆在我面前 不是像大山一样的 这种隔绝的 不是这个样子 他们互相都是有联系的 那么这就是 我们可以做到的 一个事情 来今天咱们看看广东吧 百岳之地 广东 广东在全国的 这个地图上 占了多大的一个面积 它的省会 它的简称岳 然后广东省 位于中国大陆的 南端 滨海 南海之滨 是中国经济和文化 最开放的省份之一 陆地面积 18万平方千米 然后后边就不念了 地理知识 南方第一大半岛 雷州半岛 然后西桥山 这个珠江三角洲 我们知道吧 我们改开放之后 长三角 珠三角 敏东南 还有这个唐三角 后来觉得跟吃的 撞了名字了 改成了环渤海 对不对 唐三角 珠三角 长三角 珠三角 非常非常的重要 一个门户 你知道吗 广东的全国第一 支多少 来我们看看 有多少支多少 常住人口1.27亿 是我国人口第一省 然后呢 GDP 12.44万亿元 连续32年 全国第一 上市公司数量全国第一 海外乔包数量全国第一 海岸线长度全国第一 然后这个 港珠澳跨海大桥 是世界上跨度最长的跨海大桥 制造业全国第一 一线城市数量全国第一 地铁里的这个里程全国第一 你看 当我们在自己介绍自己家乡的时候 这不都是吗 拿出数据 用排比的方式把它罗列出来 来 这个 丹霞风景区 然后这个 广州塔 佛山 武术之乡 对不对 然后云雾山 然后茂名 这个湛江 然后白云山 镇海楼 大亚湾核电站 还有鸦片战争的纪念馆 那吧 博物馆 这是我们近代史的开端呀 林泽徐虎门硝烟嘛 然后广东的地貌 丹霞山 大家看到丹霞非常的壮美 阿凡达 那吧 当年那个腾空飘着的那种建筑 它的灵感就是来自于这种丹霞地貌 下边云雾矮矮 就仿佛这个山是飘着那种感觉 你看 那吧 你一个美国大片 对不对 但你的灵感来自于哪 来自于我们这片国图 然后呢 往下还有这个顶湖山 然后它的这个地形 我们配这张地图去看一看 你就更加知道岭南地区 它的这个地形地貌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东沙群岛 往下岭南的风韵 长龙野生动物世界 白云山 第一秀 阳城第一秀 然后天河体育中心 你看人文的自然的全都有 往下什么地 CBD都听过吧 北京也有CBD 对不对 CBD到底什么意思 我们可以去看一看 然后广州塔 然后珠江 然后上下九步行街 还有月月 我们知道有这个各种地方啊 月月还有月月 然后南派武师 大家看那个黄飞红 对吧 那个电影其实拍的就不太准确 那个武师其实不是南派武师 大家看过吧 李连杰那个电影黄飞红系列 徐克拍的那个 那里边的武师其实是北派的 不是南派的 那到底怎么回事 大家可以自己去查资料 来往下 历史上的广东 客家人与客家方言 天主教的传播 异口通商 广州十三行嘛 然后往下 虎门硝烟 外片战争 近代工业的变迁 然后呢 这个黄花港起义 改革开放 这个纪昌龙骚思厂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中国的第一家民资 就是他 这个人呢 叫方举赞 方举赞 这书上写方举赞的 我看看 没写 不是什么 不是 那个那个陈启元啊 陈启元 这里没写方举赞 中国近代啊 有三家民资 一个呢 就最早的三个 一个是纪昌龙骚思厂 然后呢 一个是这个 移来谋机器磨坊 还有一个是发昌机器厂 这三个是中国最早的三个民资 大家还记得我给大家讲过那个全球通史吧 所以你看这些知识啊 全都是连着的 全球通史 旁边 这儿呢 你看啊 全球通史 这本书里边也给你讲了中国近代 遭到了这个经济的变迁 然后包括红秀全 他也是广东人 广东花县 后来在广东 你看 因为广东连真的天主教都有 所以红秀全那套思想在这儿才不行 他跑到了当时的广西 广西和广东当时都是两广地区嘛 但是广西当时比广东肯定还是要 这个开放程度弱一点 所以他就去了广西传教 于是太平天国运动 最后在广西贵平县金田村爆发 对吧 你看这知识全都连着的 来 这三家就是中国最早的民资 怎么来的 来 这本书啊 大家想想之前讲过的 这个 全球通史里边 我们中国近代 第一批通商口岸 广 夏 福宁 上 一共是五个 对不对 全是东南沿海 那么开完头之后 自然经济再逐渐解体 但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 大清对D3战争的反思 根本就可以理解为没有反思 极个别的人开眼看了看世界 仅此而已 但是到了二次鸦片战争之后 可就不一样了 二次鸦片战争 什么结果 北京城 就是当时的首都啊 被攻破了 咸丰皇帝 逃到承德碧书山庄 然后圆明园被坟 这件事 不论是清政府 连整个全国老百姓都知道 我天哪 太弱了 英法联军真厉害 当时是这样的这种论调 所以终于明白要干嘛了 要学习列强了 必须得学了 不行 不学不行了 于是呢 二次鸦片战争是 1856到1860 那么从1861年你开始 就干什么事了 叫做洋务运动 就开始了 你看 60年火烧万别园 对吧 二次鸦片战争失败 下一天就干嘛了 就开始洋务运动了 洋务运动期间 是清政府开始 学习了一些近代的 这些军事和工业 那么反过来 民间一些留学回来的人 或者一些比较有钱的 比较开明的人 他们也意识到 我们要学习 不能传统农耕 一直走到底了 不行了 现在是工业时代了 所以中国最早的三家 民族资本主义企业 发昌机器厂 计昌龙骚斯厂 一来谋机器莫访 一来谋我没记错 应该是在天津 这两个 一个是广东 一个是上海 陈启元的这个 就是在广东 陈启元当年也是刘洋的 他是刘法 还是刘英 具体我还忘了 非常著名的 一个民族实业家 大家更熟悉的 那个张俭 南通的那个张俭 他跟这些人比 还得叫他们一声前辈呢 中国最早的三家民资 就是这三个 民族资本主义 所以你看 咱们再剖析一个 比较深一点的历史问题 中国的资本主义 不是自己产生的 不像西方是自己产生的 咱们的资本主义 是自己 这个是受列强影响之后 才产生的 而且不是官方 开始搞出来的 是民间自己弄出来的 所以这个叫什么 叫民族资本主义 简称民资 用更大白话来说 这就是中国最早的三家私企 这就是中国最早的三家民族企业私企 就是这样 所以它叫什么 它叫欧风美雨的产物 欧洲的风 美国的雨 欧风美雨的产物 而且同时 正因为你是学的 所以先天不足 后天畸形 而中国当年的资产阶级 无论是搞 戊序 还是搞 辛亥 为什么最后结局都失败了 就是因为你本身的产生 就是先天不足 后天畸形 这个阶级有了 但是实力太弱了 五四运动期间 说是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 不假 但是放眼当时中国将近五亿人口 其实工人阶级占了才二百万 不够 力量不够 所以我们伟大的革命导师们 他们才明白 中国更多的什么人 是这些在田间地头 耕作的农民和手工业者 是这些人 所以我们才要干嘛 进行工农武装割据 你看这知识 就可以往后一直延展下去 所以这才是伟大的探索 这才是找到了正确的道路 当然 近代工业 这些人有没有贡献 有没有他们的历史意义 当然也有 他们哪怕没有成功 哪怕这个企业到最后都黄了 但是至少迈出了这一步 总有人要去走到成功 也有人要帮我们去试错 所以他们的历史地位 我们今天的课本当中 都是去包扬他们的 所以伟大的一个土地 伟大的人 即便你失败了 我们依然感谢你 你至少告诉我们哪条路走不通 这也是一个有意义的事情 对吧 来 广东的名人 张九龄 洪秀全 黄尊县 詹天佑 黄飞鸿 梁启超 康有为 都是广东人 然后开放包容的岭南文化 清佑 鸡首湖 然后这个文帝 行喜 金印 广东的民间艺术 古诗词 比如说非常著名的 人生自古 谁无死 刘曲 担心 赵汉清 这首诗就是写在广东的 文天祥 当年亲眼目睹了这个南宋的灭亡 然后这个 惠州一角 苏氏的诗 然后广东民间艺术 乐剧 明朝在广东出现 是广东传统的这个 一句形式 那 紫拆记 来 咱们下次再讲广西 好不好 这本书特别好 所以有的时候啊 我们当 没有办法去介绍自己家乡 当跟人聊天 都打不开话题的时候 还是 退一步想一想 可能就是知识储备量 可能不够 那怎么办 不用着急 不用害怕 看书啊 这些书 没有那些观点 去带你节奏 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去影响你的判断 它就是给你摆在这儿 一些非常客观的事实 你就把它记下来 将来聊天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去跟人家聊 而且 比如说 这里边 就给你讲了一个乐剧 但你不知道怎么回事 你可能自己就会去查 比如说这里边 给你讲了一个一口通商 你看了一下下边 跟你说广州13行 那你可能自己就会去查 广州13行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才是正确的 它都不是学习方法了 是我们充实自己的方法 学习说的有点生硬 说的有点学术 有点教条 但我们终生 都是要不断的充实自己的 这个总没有毛病吧 所以这样的书啊 它都是一个砖 你可以把这些书理解为砖 它讲的都不深 但给我们增加广度 开启我们对知识的渴求 求知欲 我愿意去听 别人给我讲的东西 我愿意自己去查 这些知识里面往下还有没有更深入的东西 这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 所以学习不是靠别人去教的 而是当我们试探性的迈出这一步之后 你感受到里面的魅力了 你自己就会逼着自己去往下看 那么一个良性循环 你的脑子就会越来越充实 越来越多的东西 也就不用天天老去羡慕别人 哎呀 这个很棒 那个也很棒 他们很棒的原因也是他们在不断的看 那我们现在也开始看 这个距离就会缩小 我将来也可以坐在桌子上 跟人家去聊 哎呀 我们的知识 我们的这些地理山川人文大地 时间再长一点 当我们对这些大自然山山水水 对这些人文有了更多的了解的时候 小作文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到张口就来 真的 来推荐给大家 接下来呢 咱们去看这个 这里是中国 这个是上下两侧 上下两侧 那个带子还有吗 有了 好 对 这个带子又有了 去额外拍一下是吧 OK 李和庄 这本书上下两侧 大家喜欢的话 可以去看一看 这个就就收藏一下这套书哈 我觉得也是每个家庭都可以去看一看 它没有门槛 我们今天呢 翻开这样的一本书籍 你去看看我们这样的一片国土 有多漂亮 有多美丽 有的时候 那种民族自豪感 那种自信 它并不是非要说我们在国际上 我们打败了谁 或者我们 我们怎么着怎么着了 这个就太肤浅了 有的时候 你去想想啊 今天这样的一个国际形势 一个国际格局 你觉得谁的领土上 哪个地方漂亮 你能花钱买来吗 你买不来吧 那我们现在这一片国土之上 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面积 上面居然 有全世界所有的地形地貌 这本身就是一个大自然 和历史对我们的恩赐 对吧 它本身就是一个恩赐 你用任何方式 在今天你都不可能搞到了 就像当年 曾经美国还能买过阿拉斯加 你这种事在今天还能发生吗 没有人会干这种事情了 当年都不成熟 你试山性的买 我没思考就卖 结果 就没有细想就卖 为了一个短期利益 我就卖了 但是现在后悔不后悔 你可以去查查 对吧 阿拉斯加的历史 所以我们在今天 这样一片国土之上 漂亮的这些景色 这种名山大川 这种像一个 蛟龙 一条乌龙一样 盘旋在这个雪山之上 在这样大自然的神功鬼斧当中 你对人类自己那种渺小 这种卑微 我们自然而然 这种情感就会出来 而当我们面对自然卑微的时候 你才能够对大自然发出感叹 古人为什么能写出那些优美的诗篇 你看李白写 一世银河落九天 飞流直下三千尺 他夸张吗 他夸张 他浪漫吗 他浪漫 但是正因为他爱这片土地 他爱这份景色 他的这个内心当中 对这片风景是崇拜的 是仰慕的 自己是谦卑的 所以李白厉不厉害 厉害 但是这个大山大川 这一份景色 是他先镇住了李白 李白再挥洒自己的财情 再挥洒他的豪迈 再挥洒他的浪漫 才能写出这样的诗篇 所以这个逻辑顺序 不要搞错 有才华 不错 但是你也要有一个地方 让你去挥洒 如果你今天把李白 领到一个小水坑旁边 他或许也能写出不错的诗篇 但他的豪迈气度 一定比不上 他望庐山瀑布的时候 那种时候 那种豪迈的心情 那种浪漫的情怀 所以人在自然面前 是一定要谦卑的 而当我们对自然谦卑的时候 就能够冷静下来去思考 就像今天 人类科技确实很厉害 但是哪怕现在 地球上所有的核武器 同时爆炸 对于地球来说 就是一个小喷嚏 可能还没有地球上的 几座火山同时爆发 带来的危害大呢 但人类可能却因此会灭绝掉 又一次生物大灭绝 真的是这样 但对于地球来说 不叫事 所以你这么去想的话 人跟自然应该是什么样 不要妄图改造自然 咱只能说是利用自然 改造也是那种部分的改造 别说地球为我主宰 太扯了 真的是这样 到现在为止 这样的一张地图 一张科学的地图 我们到今天把它完全探索出来 不过500年 全球同时 1500年前后才开始信号路开辟 1522年 麦哲伦船队才第一次完成了环球旅行 麦哲伦自己还没完成 他的船队完成的 所以你看看 人类在地球上存在了百万年了 地球存在了几十亿年了 但是我们现在把这片地球搞清楚 甚至还没有完全搞清楚啊 玛利亚那海沟下巴什么样 我们还不知道呢 那么我们把这个地球基本上搞清楚 刚有一个地基到现在为止500年 所以多渺小啊 咱们怎么可能狂得起来呢 在大自然面前 咱们都是被赐予者 我们都是一个接受者 咱们的科技确实在不断的发展 但是终归一点 那我们来自于大自然 我们最后回归大自然 所以对大自然谦逊一点 然后呢 我们每个人在感受自然的时候 让自己的这个内心更加的辽阔一点 当你看到这样的景色 像不像一个老天 一个上帝的调色牌 这样盘根的 盘着的这些河流 像不像一条玉带 像不像一个银河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在看自然的时候 你心胸自然就开阔了 对吧 那没有什么过不去的事了 真的 你对于大自然来说 真的没有什么过不去的事 下侧呢 跟我每一个人 关系就更大一点了 100年我们重塑了一片山河 100年我们改变了一个国家 100年我们振兴了一个民族 这里的我们也包括你 这本书呢 下册它更多的讲的是 我们这些伟大的工程建设 能够让今天的人们感受到 现在啊 我们有的时候 在这个大自然进行的一些建设 可能会被人认为啊 说破坏了自然 有的呢 被认为是这个 这个这个 引发了一些不好的 这个气候的变化 等等等等啊 不否认肯定有这些 但你要知道 谁不会犯错 对吗 谁不会犯错 都会犯错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因为试错了 才知道这个走不通 就像刚才那本 地理中国 我们提到的这个民资一样 他们确实失败了 最后没有成功 在当时的这个各方势力 打压之下失败了 但是他们的失败 也给我们留下了经验和教训 至少告诉你哪条路走不通 对吗 他们用自己的一生 用自己的全部家底 给后人释出了一条错误的道路 这本身也很伟大 所以现在有一些工程建设 可能会造成了一些地方的错漏 但是在尽可能的弥补 这个是我们要摆平的一个心态 而且我们作为一个旁观者 去评价别人太简单了 但是人家背后付出的很多艰辛 很多努力 我们没有看到 我们上下嘴一打 可能对于别人来说 是一个非常非常痛苦的一句话 一个评价 所以轻易不要论断 不要下结论 不要武断 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 随着看的这个章节越来越多 你在里面能够感受到 有一些确实认识到 曾经那些改变是有错的 曾经有一些这个事情 没有考虑那么周全 但是你要给一个进步的空间 你要给一个这种人们试错的机会 所以下册书更多的告诉我们的是 这些伟大的工程建设 给我们说了里边的对 里边的错 里边攻克的难题 而里边还有蕴含着哪些 我们不知道的知识 现在一回家 你打开自来水 你觉得很习以为常的一件事情 但其实背后 南水北调工程 多少年 多少人 多少时间 扔在里边 消耗在里边 有多少人为了这件事 流血 流泪 流汗 甚至付出生命 我们可能不知道 我们打开天然气 一做饭 觉得很习以为常的一个事情 吸气东书 背后有多少人付出 我们打开电灯 里边吸电东送 有多少人付出 我们可能不知道 所以呢 这一切的一切 我们需要一些书籍 一些片子 给我们来讲 当我们知道这些故事的时候 我们可能也做不了什么 我们可能也没有办法去给他们 给你送点钱 做不到 但没有关系 我们做力所能及的事 把他们的故事 讲给更多的人听 我现在是个小孩 我看到了 这样的一个道路 有多少人修建 攻克了什么样的技术难题 这条路修完之后 给路那边的人 带来了什么 我去传播一下他们的故事 我让更多的人了解 这个曾经山那边 水那边的人们 让他们感受到 跟我们一样的科技的进步 让他们跟我们一样 感受到时代的发展 感受到民族的凝聚力 感受到我们这种大家庭 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 那种不一样的温暖 这个本身 就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我如果是个成年人呢 我去讲一讲他的风景 我去替一个我不认识的人 我不认识的地方 我只是看了看你们这儿 我觉得很好 我让更多的人知道你们这里很好 带动你们这儿的经济 一个人可能不行 两个人 三个人 积少成多 所以这就是一种民族凝聚力 不一定非要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我们非得被人打成什么样了 才能够反思 不一定 现在的这些时代 这个信息早已经过去了 我们现在在哪些方面能够体现出团结 哪些地方能够体现出民族凝聚力 这不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吗 对吧 往后再往小了说 我们现在在生活当中 一出门看到街道很干净 我们走在这个地铁站里面 看到安那么的整洁的后车大厅 怎么回事 那可能你五点钟起 人家可能一宿没睡 在这打扫 等你上班了 人家可能才浅浅的睡一觉 几个小时之后又要起来继续打扫 所以我们能不能早上起来的时候 买奶的时候 多买一个 给这个清洁大叔一个 然后我们在大街上的时候 我自己就少扔一个垃圾 这不就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吗 这个事虽然很小 但是每个人都这么做 这不就变好了吗 而不是说已经有这么多垃圾了 也不在乎我多扔一个 那如果都这么干的话 咱们谁都别想享受到干净的环境 对吧 所以其实就是这样 我管不了别人 那我就先管好我自己 对吧 然后在我自己可控的范围之内 尽量的教育一下我的孩子 然后呢 跟我的家人说一下 咱们尽可能的不占小便宜 咱们尽可能的 不乱扔垃圾 咱们尽可能的那个纸 先放到兜里边 对不对 其实这些小小的事情 但是大家做的人越来越多 就会越来越好 就像现在能够感受到 我们开车的时候 看到行人 我们就停下 对吧 后边可能原来往前倒个几年 大家就按喇叭 按喇叭 赶紧走干嘛呢干嘛呢 对吧 但是现在大家慢慢的 就是一个习惯 慢慢的养成 一个事重复七遍 就会变成习惯 那我们就来七遍 我们先坚持七遍试一试 你看看那个纸 我立刻把它扔掉 跟我稍微钻一会儿 我找个垃圾桶 把它扔掉 我能辛苦多少 这个会把我的手 弄到多脏 不会的 一点小小的事情 凝聚力就有了 我们不需要去跟别人比 曾经那个时代 他们做错了 但他们成功了 那好 我们用更加温和的 更加自强的方式 也可以取得成功 而这不比那些靠殖民 靠血腥奴役 其他的民族的 这些文明要强得多吗 所以民族凝聚力 从哪体现 所以人的自信心 和国民的自信心 从哪体现 就是从这些 大自然 从这些工程建设当中 从点点第一当中 都能够体现出来 所以小朋友们 老说没得写 然后大人可能会觉得 我不知道我怎么去表达 我对这片国家的热爱 对这片土地的 这种自豪感 看看书 看看这些 真实的照片 看看这些记录下来的 这种天欠变通途 看看这些背后默默付出的人 不用那些华丽修饰的词早 你也可以写出 大量的排笔句 你也可以说出 那些震撼人心灵的话 这就是这两本书 带给我的一些 思考感悟和心得 分享给各位 好好长大 好好长大呢 是说是给孩子们的书 同样也是很适合大人 先去看 看完之后呢 再给孩子们去讲 因为毕竟小朋友们 他们年龄还没有那么大嘛 所以可能有一些东西 未必了解 未必理解 我们翻一个小知识 你看 今天大人在职场上 在社会上 其实会有很多东西 牵绊着我们的这种生活 这是束手束脚嘛 你发现了吧 你小时候什么都不怕 长大了反而怕好多东西 大家应该有这样感受吧 来 话重点哈 尊重是表达的四要素 首先 肯定别人想法中好的部分 第二 给出自己的理由 理由中多以事实和数据来说 第三个 积极倾听别人的观点 和提出的理由 如果别人说的更有道理 要心平细合的接受 第四个 注意自己的语气 做到态度平和 说话是尽量 这个 慢语 大声 你看 这个东西 说是给孩子看的吧 今天咱们在生活当中 成年人 又有几个人 真的能够做到尊重式表达呢 我们当了主播之后 都有这种感受 你会发现 有很多不尊重式的表达 天天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充盈的 虽然对我们没有什么影响 那早习惯了 但是 其实这个东西 对吧 大家有时候在生活当中 您可能能忍着 但是 你换个地方 就跑到网上来发戏 对吧 或者是跑到这个 这个家里去发泄 把好的脾气都留给了外人 在自己家人面前 反而做不到尊重式表达 你看 规则 只是用来束缚你的吗 未必 来 建立规则意识 规则无处不在 它会为你提供一个行为的框架 教你在家里 在学校 在社会上 如何与他人相处 敬畏规则 拥有规则意识 你的内心会更坚定 你也会更加独立和自律 建立规则意识的三个层次 第一 了解规律和知识 然后呢 养成习惯 第三个 不靠外在强制的力量去遵守 无论在哪里 规则都会围在你身边 过马路 图书馆看书 不要大声说话 遛狗的时候 你要给狗拴上绳子 一点一点的 然后 也许有的时候 脑瓜里会想 这样也很正常 但其实 要做到心甘情愿的 遵守规则 你最好先理解 这个规则的建立是 为了什么 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红绿灯 曾经有人就提过这个事啊 说因为有红绿灯 所以造成了交通拥堵 没问题吧 没问题吧 因为你有红绿灯嘛 有的红绿灯频率还不一样 对吧 你就赌一大长串 但你想 如果没有红绿灯呢 如果没有红绿灯呢 那大家完全插在一起 你想怎么走怎么走 对吧 然后发生了碰撞之后 那么赌的更厉害嘛 所以这就是规则 当不理解某些规则的时候 先想一下 这个规则 为什么而建立 就像 朋友劝我说 你空评 你一旦说出空评这个字了 就说明你的内心动摇了 我的天哪 对吧 如果单纯的过那么一两个 我当然不会说空评了 但如果大家 已经在这乱起来了 没有人聊书了 都开始救着你 别说了别说了 然后他还在说 大家吵起来了 那我当然要空评了 这就是规则呀 对吗 直播间也不是法外之地呀 他有他的规则呀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你在发表别人 给别人的建议的时候 你先了解一下 这个规则 为什么会有 对吗 天天都有在直播间的捣乱 但如果就是 一下子过的那种 我们当然不会理了 我可能都没看见 对不对 但你都吵起来了 我当然要管一下了 这不就是规则吗 对不对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 有的时候呢 看书的时候也是 觉得这书 哎呀小孩的书 我不看 真未必 我们很多人 都未必是个成熟的幼稚鬼 就是个幼稚鬼 生活当中 大家见没见过巨英 我们有时候巨英 其实是那个自嘲啊 但有些在生活当中 真的情商 没有那么高的人 他真的就是个巨英 他会把自己的一些认知 强加给别人 有的时候 他不是为了你好 有的时候 他去说你 他去给你编故事 他只是因为你没有按照他的想法去活去做 就觉得不行 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心理疾病的事情 这个东西 我们这么说可能会冒犯 但是这个病 其实更多的是要自己去治 如果生活当中经常有人给你发生冲突 那么我们先去盘点一下 这个冲突到底是由谁而起的 话题是由谁起的 那如果你发现自己跟别人的话题老冲突 那么要想一下 是不是自己的问题 是真的对方做错了 还只是因为对方跟我想的不一样 而我非得想让对方跟我一样 所以我们之间才有了冲突 这是一个特别现实客观的事情 大家生活当中应该都遇到过 所以这本书 我说了吧 它不是单纯的给孩子看的 孩子们吵架了 甚至打起来了 可能三分钟以后就好了 成年人如果真的吵架了 如果动手了 如果说是发生了一些矛盾了 那可能真的不可调和 我们为什么要让生活变得这么的困难呢 有的时候我们发表议论 发表评论的时候 晚几分钟 有的时候对方到底是这样吗 你看了人家一分钟 居然能评价人家五分钟 甚至跟人吵起来 把一个你认为的对方给别人去说 然后当成真事一样 这样传播 就像长蛇腹一样 就像那个 这个形容词 村口 村口的一些这个 这个什么什么什么 天天跟那聊 其实没有必要的 真的没有必要的 我们有的时候 慢一点 发表评论 其实是给自己一个思考的空间 东方小孙经常教导我们的一句话 就是 你的脑子一定要比你的嘴快 如果你嘴太快 那怎么办 你给我说话慢点 这教育我们的 真的就是言多比诗 是这样的 比如说 我跟与辉交班 大家第一次的时候 还说 与辉有冷淡 但大家知道的情况 只是看到我们在那儿的样子了 你看到我们上播之前 我去找与辉吗 对了一下吗 因为是我直播完了 与辉接我 所以我要待的短一点 对吗 因为有很多帐母娘们是要来看与辉的 所以我们就很快就交接完了 这样的话就又开始 不对 昨天我们聊了很久之后 又有朋友来说 你看你看 这个什么不攻自破吧 又带节奏 没有这个必要 您各位要明白一个问题 我们这些人是同事 我们之间什么呀 难道不比您更清楚吗 经常会有朋友们 就像 就最近特别多 可能有时候怼了黑粉了吧 可能 对吧 你心里不痛快 会替我们来教导 你跟谁要怎么接触 你要怎样 我天呐 我们是天天见面的 难道不比大家跟我们更熟吗 怎么会来想到 来教我们怎么直接来社交呢 这本身就有问题啊 大家想想是不是这道理 就跟今天 您去 at 于老师 at 小孙 或者直接来点评 我们的工作的时候 其实是这样 类似于什么场景 我现在冲进您公司 直接对人家老板 我觉得你这么做不对 你们公司应该这样那样那样 大家想是不是这道理 对吗 是不是这个道理 今天各位在网上点评 我们这些公司里面 甭管是领导还是主播 还是什么后勤工作人员的时候 是不是这个道理 今天有一个人冲进您公司 直接跟您领导 跟您的公司里点评 哎 你应该这样 你应该这样 你是不是觉得搞笑啊 那我怎么到我们这 大家就不理解这个事了呢 对吗 你看到我们平时在怎么接触 怎么交往 怎么聊天 你都没看见呀 编一堆故事 然后认为这个就是我们 然后大家还为这个 为这个你们以为的我们吵架 对吧 这就很逗了 大家在生活当中 自己能想明白自己身边的事情 但是怎么到我们这 就想不明白了呢 所以其实还是要干嘛 多思考 对吧 咱们一起多思考 这样就不会被 极个别 可能是动您蛋糕了 可能是触犯您了 对吧 不会被这些极少数的人们 所带阶奏了 对吧 大家和气气的 对吧 心平气和的 没有那么多腹黑的东西 我们是做直播的 你想想 对吧 今天一个人冲进您的公司 对吧 指导您的领导 指导您 您觉得不觉得搞笑 那我们这大家就 就就就觉得这个事 理所应当的呢 对不对 没有必要 就跟昨天似的 你把那个视频 调成那个 曝光度 就那样吗 饱和度特别高 然后说我紧张 我有啥可紧张 那是我同事 我有啥可紧张的 对吧 是您可能觉得这种场合 如果放到您 您可能会紧张 人家投射到我的身上了 对吧 就没有必要 我紧不紧张 是您知道 还是我知道 对不对 对吧 包括我们内心怎么想的 对吧 那是我们的事 来这本书 说是给孩子们看的 其实是大人先看 对吧 大人先看 我们这样的话 尽可能的平和一点 尽可能的不去 靠自己的脑补 来去想别人 然后还当成真的事 去给对方来说 对不对 所以我们能够进步 哪怕是大人 天天思考着 哎呀 我什么时候能晋升 我怎么能升职加薪 那一定要想对了原因 比如说我现在的 这个社交圈子 是什么样的人 是比我强的 比我差的 还是同意水准的 那我现在工作上 知识储备量 哪里有欠缺 比如我教育子女 哪里有一些欠缺 或者我跟我孩子 现在有哪一些芥蒂 我们都要通过看书 能够让自己 懂得更多一点 没准 哪一个东西 积累积累的 就迸发出来了 没准就变好了 对吧 就这么简单 好好长大 不敢跟大家教育 我哪敢教育 就是分享 或者说叫独白 就是内心独白 我哪有这本事教育大家呀 屏幕前 更多的人都比我年龄大 所以没有资格教育大家 我算个啥呀 来下一个是历史长卷 来历史长卷 这个书呢 也是新的 目前图书号 只有我讲这个书 所以我就多占一点时间 给大家说一下 你将来无论是学语文 学历史 还是学这个什么什么政治经济 因为历史本身是一个大概念 它里面什么经济史 什么文化史 艺术史 然后个人的历史 对吧 然后什么什么这个某一个特别小 比如说瓷器 对吧 演变的历史 当然这不是瓷器啊 这是紫砂的 就是这砂的啊 就是都是历史啊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呢 就对不上嘛 这是一个很难受的事 所以推荐给大家这本书 它是一个以时间轴的方式啊 你乍一看特别乱 对不对 乍一看特别乱 但没关系啊 因为这是什么时代 这春秋战国啊 那当然乱了 我给大家来举个例子啊 你看啊 比如说这个 齐桓公 大家看到了吗 在这啊 齐桓公 这就是齐国啊 齐桓公 宋湘公 然后呢 这时候对应的周王 就是周昭王 对应的秦国的国君 就是秦穆公 霸西荣的那个 然后 往上啊 晋文公 你看他在位的时间就很短 对不对 然后再往下 这个楚国是楚成王 他同一个时代 这些人物 大家就能够对得上了 你发现了吧 每个人在位的时间呀 然后这种长短呀 这不就有了吗 所以我们在看他的时候啊 就更加的方便 你对同一个时间 有哪些历史人物 你就能够了然于胸 然后 往后 这个赵国 你看从哪出现的 这不是三家分禁吗 你看赵湘子 然后魏文侯 然后呢 这个是 这个韩景侯 这就是 整个 三家分禁 你看一个禁国到这 就分成了三条支线 对不对 分成了三条 麻烦往后一点的镜头啊 你看一下就分出了三条支线 所以 这三个到往后 你看这是哪里了 这个就是 这个 西汉了 对吧 他们最后都被灭掉了嘛 对不对 然后这是秦 对吧 这条线索 从春秋到战国 我们就都有这个知识了 对不对 它是这样的一本书哈 然后往后 你看到了 有的时候 比如说清朝 大一统的王朝 蒙古问题 西藏问题 都解决了 对吧 他们自己本来就从关外来的嘛 都是解决了之后 你看就这么单一的一条线索 对吧 清朝的皇帝 清圣祖 康熙 世宗雍正 高宗乾隆 仁宗嘉庆 穆宗道光 到这近代史就开始了 你往上一看 虎门硝烟 对吧 英国当时的这个战船 这不是啊 这是中国自己研究的啊 然后往下 这个江南制造总局 李鸿章的遗产 你看 它一个时间轴 是这样的方式 来给我们去讲这个历史 土耳护特部 土耳护特部 你看 也是融到了这个大清当中 这是一个初中历史知识 叫土耳护特部的回归 将来孩子们考试 要会去考 所以这本书呢 推荐给大家 可以去看一看 拿着放大镜 慢慢看 它的旁边啊 就都是这些知识的延展 同一个时期 知识的延展 等会儿啊 我再收拾一下 你看 比如说元曲 关汉清 然后这个波斯人 来到这个元朝 马可波罗到达元朝 元大都的规划 然后两都寻兴 永乐大典 到现在都是有的 那 麒麟图 当时这个 去南洋带回来的 那其实你看就知道 长颈鹿嘛 对不对 就长颈鹿嘛 所以这个书啊 推荐给大家 特别好啊 这是中国的那篇啊 然后呢 世界篇是这样的 打开之后更乱 所以我说嘛 大家别着急 那咱们先多普及一点 然后咱慢慢的去看这个知识 彼得大帝 这个就跟中国的时间 康熙皇帝是同时代的了 彼得啊 彼得大帝 然后叶卡捷雷纳二世 亚历山大一世 然后尼古拉一世 亚历山大二世 这个时候对应到中国 就是鸦片战争时期了 那 然后最后 尼古拉二世 就是整个沙皇俄国 最后一代 这个沙皇了 沙俄的最后一个沙皇 然后 之后就是苏维埃了嘛 那苏俄嘛 你看 这历史不就到了现代了吗 因为咱们现在这个定义啊 就是1919年 那这个 或者是1917年 被认为是世界的现代史 当然这个版本很多啊 也有认为是二战后的啊 这个版本很多 所以大家拿着这个时间轴 你就能够看懂 比如说德国跟奥地利是怎么回事 那吧 然后这个奥匈帝国又是怎么回事 给大家简单的来聊一点这个东西哈 买这个书 一定是来我们直播间要听啊 我们不是卖完书都不管您了哈 当年是这样 这个 德国呢 我们打开这个图案就能够看到 德国曾经有一段时期啊 叫做神圣罗马帝国 啊 他其实是德国啊 叫神圣罗马帝国 然后呢 被这个法国作家福尔泰称为什么呢 既不神圣也不罗马啊 那更不是帝国 就是一个松散的邦连 然后后来呢 被拿破仑给打败了啊 打败之后呢 就完全进入到一个类似于战国一样的时代 那么直到一个叫比斯迈的人 他用了三次王朝战争 那 就简称了 简写了 三次王朝战争 那么完成了德意志的统一 第一次呢 是打这个普丹战争 因为当时整个德意志是一个地理概念 那叫德意志地区 那么他里面有很多的邦连 其中最强大的是普鲁士 大家听过这个普鲁士吧 普鲁士邦连和那个 那个奥地利 那是这两个邦连是当时最强大的 那么统一的大任 肯定得你俩当中一个去干 那么 比斯迈就是普鲁士的这个宰相嘛 号称铁血宰相 那么他呢 当时呢 先联合奥地利啊 去打了一场普丹战争 打了打丹麦 在北方嘛 打了打丹麦 然后成功了以后 在这场战争当中 这个普鲁士也明白了 奥地利的实力啊 综合起来还是比他要弱 因为普鲁士当时进行这种工业的改革 蒸蒸日上 而奥地利是一个老牌的邦连 比较腐朽了 所以这样的话 普丹战争 这是第一场王朝战争 那么 打败了一个共同的敌人 也知道了自己的合作伙伴 不那么厉害了 所以第二场就是普奥战争 普鲁士击败了奥地利 成为了当时德意志地区最大的邦连 最厉害的邦连 已经眼看着就要统一了 周边的邻居法兰西 害怕了 所以呢 就去打这个德国 就打普鲁士啊 所以第三场战争 就是普法战争 非常有名 一个小学课本 叫做《最后一课》 有没有看过的 他的作者呢 叫都德 也是著名的作家嘛 佛罗拜都德 莫泊桑他们 都是一起的佐拉 这个都德 他的作品叫做 这个《最后一课》 小学我就学过 当时完全没有这个历史知识 他的这个书叫 最后 文章叫《最后一课》嘛 讲的其实就是普法战争 当时法兰西帝国的皇帝 是拿破仑的侄子 在色当 直接被普鲁士给俘虏了 奇耻大辱 然后呢 法国的一个盛产煤矿 这些矿产的这个圣地 阿尔萨斯和洛林 被普鲁士 也就是被德国给割走了 所以奇耻大辱 他俩的这个仇 到什么时候才解决 一战 到一战的时候才解决 所以为什么 因这个法国跟德国是世仇 欧洲大陆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 一个就是德国 一个就是法国 都是陆军强国 所以互相掐 而这件事也为一战埋下了伏笔 就是普法战争 而普法战争又是德意志统一的三次 王朝战争的其中一场而已 所以你看 这样一个知识 包括彼斯麦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本书了解 刚才我讲的这个知识 在这本书上 大家就可以找到 大家可以找到 这个德意志的统一 大家在这就可以找到 往上去找 这些知识就在这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特别特别好 推荐给大家 买完之后来直播间听 我来给您讲 接下来咱们说哪个 维言之送 在哪儿呢 这个 OK 这个推荐给所有的小学生和初中生 小初推荐 初中生可以看 虽然有拼音 但是可以看 没有问题 就是不要觉得这个书是小学的了 就有拼音我就不看了 它背后呢 有这个译文 然后帮你纠正一下自音自行 在生活当中啊 虽然 我们说未必啊 都要这个 这个 纠正读音啊 就比如说牛腩还是牛腩 对吧 无所谓 其实生活中无所谓 但考试毕竟 它还是有这个要求的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推荐给大家 可以去看一看啊 比如五柳先生传 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 这就是初中必考的片幕嘛 孩子们小学初中 都是需要的啊 这个音 你看你到初中的时候 你是不是有这文言文 读不下去 也是因为音的问题 对吧 所以这个就是 初高中 初中生和小学生必备的书啊 推荐给每一位家长 可以给孩子们去买一本 然后呢 这个书里面的选集 那来自于这个 来自于历朝历代 一些比较著名的名片 比如先秦片 给你归整起来 在这 然后两汉片 因为秦太短了嘛 归归整在这 然后往下 魏晋南美朝 唐 宋 明清 元朝也很短嘛 到这 所以这个书推荐给大家 可以去给孩子们拍一拍 小学的和初中的特别的好啊 然后呢 这个是名片 这个是故事 同样是按这个时代来分 同趣 小孩的 然后智慧的 神话的 往下 奇闻异事的 然后异文的 还有这个搞笑的 孝林 然后预言故事 还有史传 曹贵论战 卧薪尝胆 都是初中必学的嘛 这个呢 是博物 天文的 地狱的 碎石的 就是历法嘛 说白了就是啊 然后建造的 营造就是 营造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词 那叫营造法事 中国古代有一本书 建筑的书叫营造法事 就是专门给你讲古代的建设 比如说那些 你想了解损某什么的 损某结构 你就得看这个 然后农丧的 然后草木的 鸟兽 巧工 器用 这些用都是古词 雅义 都是古词 然后呢 修身的 护生 亲恩 劝学 稀实 励志 言行 有诗 诗有啊 然后修己 礼乐 仁义 未学 精进 君子 我来跟大家说啊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啊 咱们有一次那个直播 在大号直播的时候 问那个于老师问顿顿 说你能够想到多少跟鸡有关的古诗 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这个场景啊 这个场景啊 就让我想到这本书 这本书就让我想到那个场景啊 当时于老师问 那说那个鸡能想到什么 然后当时顿顿说的是 啊 那我能够想到的是 是某个场景的这种鸡 那某个场景里边 那个诗里边的某个场景的鸡 大家想到了吗 你看是不是跟这个书就是一样 比如今天有一个人问你 那在古文当中 博物的事情 你能想到多少 那你就可以去给人分嘛 如果要是天文方面呢 我可以想到 哪哪哪哪哪 对吧 日月星辰 如果是碎石方面 立法方面 我可以想到什么 如果是地理方面 我可以想到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如果是农业方面 我可以想到什么什么什么 大家发现了吗 这不就是一个知识的厚度吗 当一个人给你问出一个问题的时候 你可以想到什么样的这个知识的时候 你能够给对方 对吧 增加一个厚度 我想到的这个知识 不同维度的同一个知识 所以这个就是这种书籍的一个好处 所以你看 给大家一个学习应用的场景了 对不对 我们将来再去写文章 将来再去这个跟人家聊天也好啊 理论包括写文章也好 我们都可以增加天然的这个厚度 比如人家问你就是一个 这个你能想到哪条河 那你可以想到 我能想到涓涓细流的小河 我也能想到波涛汹涌的大河 我也能够想到什么什么什么样的河 我还可以想到中国的河 外国的河 我可以想到南方的河 北方的河 你有这种感觉了吗 这个在这个天然的一个维度上 它就拔高了 比你的这个问题本身还要高 你想你写出这样的文章 你能够做出这样的答案的时候 那不就赢了吗 对不对 那我们说的功利点 还不就赢了吗 对吧 所以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啊 我们可以去拍一拍 然后接下来是 鲁迅是吧 鲁迅的这个书呢 也是推荐给大家 特别小的书哈 一个小福利款 大家可以去拍一拍 四本哈 一个小福利款 一本呢是十几块钱 或者二十块钱左右啊 加一块多少钱 加一块多少钱 鲁迅 那一共是四本是吧 对 五十块钱啊 书啊特别轻便 特别的轻薄 它里边呢 是鲁迅的文集 老有人说啊 什么鲁迅被提出了教材 就开完笑 根本就不可能 对吧 鲁迅先生的这个文章 你什么时候看都特别好 对吧 都能有这个 比如说纪念刘和真君 这就是孩子们高中 要学的一篇文章 纪念刘和真君 然后呢 比如说这个 诸剑 文学革命 对吧 这都是孩子们高中 历史课要学到的 然后 昭花昔石里边 我们在中学课本当中 要学五篇呢 对吧 这都必须得看的 你不可能不看 昭花昔石 我到现在都会 没事去翻一翻 里边几篇 我比较喜欢的文章 比如说阿长与山海经 没有拍山海经的 也可以去拍拍山海经 这个昭花昔石 本身就是十篇文章 然后呢 比如说父亲的药 然后这个 狗猫鼠 腾野先生 你看阿长与山海经 长妈妈已经说过 是一个一向带领我的女工 说的阔气一点 就是我的保姆 我的母亲和许多人 都这样称呼他 似乎略带一些客气的意思 只有祖母叫他阿长 我平时叫他 阿妈连长字也不带 但到憎恶他的时候 例如知道了 他谋死了我那个银鼠 却是他的时候就叫他阿长 你看你开头是特别好玩 对吧 到底长妈妈怎么把你那个 那个 那个小老鼠给你弄死了 对不对 尤其是最后一句话 我到现在啊 人后黑暗的地母鹤 愿在你的怀里永安他的魂灵 这句话从我初中看 第一次看到现在为止 我倒不能说这鼻头一酸吧 但就是那种 一个从小把我带大的人 我们之间有过矛盾 有过不解 他也带给我惊喜 他从小呵护着我 睡觉的时候 长妈妈摆成一个大字 热得我挤得很小的地方 然后我去跟我的妈妈诉苦 妈妈跟他说 你睡觉的时候别这样别这样 但是晚上起来 长妈妈还是打着呼噜 摆成一个大字 你觉不觉特别亲切 我们有时候小的时候 自己被热醒了 看着家人 睡得特别熟 然后站了床的大部分地方 他们不是故意的 然后我们可能当时不理解 哎呀生气烦睡不着 发火有起床气 但是等我们真的失去了 这位亲人的时候 当他真的老了以后 我们会不会也有这样的 这样的感悟 对吧 人后黑暗的地母鹤 愿你愿在你的怀里 永安他的魂灵 真的就是千言万语 你汇出来 就是希望他往生了 希望他在那边好一点 对吧 就非常非常陶姐 对吧 那个电影我知道 就这种感觉 你会你会有这种感受的 随着我们一天天长大 一定会有亲人离开我们 这是一个谁都没有 避免的事情 古龙就说过嘛 当你思考过 人的结局都是死 你会觉得特别痛苦 对吧 但这是一个没有办法 避免的事情 所以阿长与山海经 腾野先生 都是鲁迅先生 在回忆故人 那但是我们可能感受不到 他的这个生活场景 但我们都有各自的生活场景 就像我们远不及鲁迅的伟大 但是每一个人在怀念自己亲人的时候 在怀念那个把自己带大的人的时候 你看鲁迅在赵阿西是怎么写的 他的这种写法肯定是有自己的用意的 他先写的第一段 最后一句话 就先说阿长在他们家是一个什么定位 就是个女工 对吧 大家都叫他长 这个阿长 而我叫他长妈妈 但是有的时候我也不叫他长妈妈 因为我知道他把我的小老鼠害死了 对吧 开篇先勾着你去看你们之间有什么样的事情 也知道了这个人在你家 实际上是什么的定位 慢慢的一点一点展开这个故事 到最后我们能够看到鲁迅 对阿长的这种心态 对阿长的这种怀念 非常非常的感人 然后呐喊和彷徨 这里边你看这个书啊 呐喊和彷徨 代表了什么 代表了一种在黑暗当中找不到方向 代表了在黑暗当中那种无力斗争 只能呐喊这样的一种情感在里边 所以鲁迅先生真的是那个时代的先知 他的很多见人所未见 那才是真的见人所未见 他不是把一个自己不了解的东西去编故事 当成真的来讲给你 而是他真的在那个时代看到了很多弊病 就比如说藤野先生里边 鲁迅先生那篇文章 我说实话 我初中真没看懂 我到了高中的时候 因为喜欢上历史嘛 稍微了解一点 历史知识多点了解一点 到现在我不敢说非常了解 至少我明白了鲁迅当时内心的那种苦楚 一群中国人看到了两个外国在中国打仗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件事情 1905年日俄战争 这个事宣传的不多 1905年日俄战争 是日本和沙皇俄国在中国的东北打的一场战争 你就可以想象当时晚清都已经烂到什么程度了 两个外国人在你们国家打仗 你自己管不了 你连管都不敢管 然后呢 有很多中国人去给当时的日方或者俄方当奸细 然后呢 被抓了之后 录像砍他们的头 一堆中国人在底下观看这个录像的时候喊万岁 这个大家慢慢闭上眼睛 静下心去想一想当时的场景 你去想一想鲁迅先生 当他作为一个不糊涂的人 他作为一个不会被轻易带节奏的人 当他看到了这些人的时候 他内心的那种 为什么弃一从文 我初中真没看懂 真没看懂 答题会答 教条的答了个题而已 完全没看懂 现在算是能理解了 就像我们看着很多叫不醒的人 有的人啊 他是装睡 你叫不醒他 你有一种痛苦 而有些人是真的没睡醒 你叫不醒他 你会有另外一番痛苦 那种装睡的人可能是可恶 而这些真正的还没有睡醒的人 可能是可悲 但是他们是可以争取的人 我们伟大领袖就说过了吗 我们只争取自己可争取的人和阶级 真正装睡的人 你不用他比你清楚 他不比你傻 我们不用去对吧 去去理他 所以鲁迅先生的文章真的是 你看到现在为止 那把一直都在影响着我们 今天何尝不是如此呢 有很多人胡喷的时候 他知不知道自己是在胡喷 他知不知道自己是在编故 他知道你叫得醒他吗 你叫不醒 那不用叫他 我们只跟能够聊得懂的人来聊天 对吧 就像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智慧 你跟这个 宁可跟明白人打架 也不跟糊涂人说话 就这么简单 而糊涂 现在我们再拔高一个围图 对吧 有的人是真糊涂 有的人是装糊涂 而我们需要的是 咱们一起学知识 对吧 我们把真糊涂的人变得也很智慧 我们一起进步 咱们一起一起 迈向更好的明天 而装糊涂的人 你自己玩你自己的吧 对吧 我不上你的当 就这么简单 鲁迅先生在当年干的就是这样的事情 所以就是他的书启迪明智 真的启迪明智 但也悲哀一点在于哪 就是他的书真的是太高深了 直到今天咱们学 可能都还得大量的分析 甚至读完之后 我差不多吧 我初中学 我大概到了高中大学 才算一点一点明白 多少年 五六年吧 至少得五六年 所以 推荐大家真的可以看 成年人现在看 没准您立刻就能明白 或者说立刻就能够有点感悟 然后咱们再一起来探讨 来听听书 分享一分享我们 也很浅薄 但至少 教这个 有点研究的结果 摆在这 不是我自己研究的 专家学者研究的 咱们分享 交流一下 共同进步 鲁迅 来最后 这个 DK百科 DK百科 这个书呢 是 推荐给每一个家庭 家里面来点百科全书的摆着 你不知道这个书 对我们的用处 我也不知道 但是没准翻着翻着 哪个植物 将来咱在街边就看到了 没准哪个小动物 咱们将来在大街上就遇到了 咱看点这个 不太恶心的 比如说乌龟 咱大街上看不见 鳄鱼 咱大街上看不见 比如鸟 去个工业 看到了 对不对 这样的话呢 能够增加一点我们的见闻 增加一点我们的这个知识储备 这不就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吗 所以呢 这些书籍 家里边摆着 看着 没事翻两页 都不深 讲的不深 给你做一个非常基础的科普 但是我们将来在 生活当中 动物园 广工园 旅游的时候 没准就能够 看到这样的动物 我们就可以讲出它里边的道道 哪怕你只能叫出它的名字 导游说 对 它就叫这个名字 比如说我们出去旅游的时候 去故宫也好 去这个动物园也好 导游还没讲 大家有没有知道 它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你咔咔咔 你给它说出来 这不就完了吗 这不就是一个我们 自己给自己找 这个自信心 对吧 给我们自己找成就感的 一个最好的方式吗 我不给您唱高调 我们就说最朴实的 人人都需要虚荣心 人人都需要被注意 被肯定 但前提是 咱得真有点货 对不对 咱脑子里 真有点东西才行 所以呢 我们这种百科全书 能带给大家的 就是那些生活当中 能够用得着的 能够你没准能见得到的 那些动物 让它们给我们的生活 增加一点色彩 将来可能用得上 也没准这个植物 你将来遇到了 你喜欢上了 成为你终生的一个爱好 也没准成为了你的工作 对吧 这都是可能发生的事情 所以DK百科 推荐给大家啊 然后最后一个是史记 史记呢 我们有好几个版本 有小史记 然后呢 有那个单本的 还有呢 是那个原著的史记 就带着翻译的哈 大家可以去 根据您的需求来拍一拍 小史记呢 很适合现在的四年级以上 到初高中的孩子去看 因为从小学四年级往上 到高中 一直会学非常多的文章 在语文课里面 是考这个史记的 出自史记当中 比如说陈舍世家 比如说这个 这个 晚彼归照 免持之会 赋经请罪 然后田基赛马 等等等等 还有那个竹之舞退秦师 战国四公子的故事 都会出自于史记当中 所以这里边呢 本身史记就是人物传记嘛 所以它里边是按人来分 比如庄子 七元利 庄子就是七元小利嘛 然后惠子的大葫芦 大树无用 然后等等等等 咱就不多说了 然后往下 这个墨子 平民思想家 商鞅 大胆的改革者 邹衍 天下有多大的思想者 荀子 韩非 这个是思想为主的 然后这个呢 政治家 比如说燕英 管仲 信陵军 平原军 都是战国四公子嘛 对吧 然后春深军 黄西 李思 萧和 月下追寒信的那个 范居 范居也叫张璐 对于秦统一 起了巨大的作用 跟芈月他们 对吧 是这个下一辈人 薄一书旗 这是至高 行至高节的隐士 扁阙 妙手回春 神医本色 欲让 那个世卫知己者死 就是他 然后聂政 也是刺客 荆轲 祭部 东方术 你看东方术 在那个鲁迅先生的书里边有 从百草原到三位书屋 有一种东西 有一种小虫 对吧 据说是东方术 汉武帝曾经问东方术 然后东方术说 这个东西是冤气 那秦朝 杀戮以后 那冤气所化 拿酒一浇就没了 对不对 你看 知识全是通着的 所以 小学四年级开始啊 一直到这个初高中 各位家长可以给孩子们 拍拍这个小史记 然后呢 还有那个 呃 原著的史记也有 那原著呢 是带着翻译 带着注释 然后还加一些这个图画 所以家里可以囤一套啊 好吧 然后还有一个单本了 如果只想单纯的支持我们直播间 随便看一本比较薄的书 那这个史记推荐给大家 就这么一本啊 它里面是精选了史记当中 比较重要的一些这个篇章 比较有名的一些篇章啊 它不是原不是全部的原著啊 全部的原著我们有 如果你想拍可以去拍 它里边呢 比如从刺客列传里边 然后从这个 呃 五帝本记里 项羽本记里 找一些比较有意思的篇章 筷制人口的篇章 融进去 因为有些实在是 没意思 对吧 它的史学价值比较低的那种 就没有收录 如果大家只想支持直播间 可以拍这个 哈 行了 我的时间就差不多了 我们欢迎小韩 我上来了 欢迎小韩 哈喽 哈喽 哈喽各位 大家早上好 哈喽各位 你知道吗 现在有一些同学 他可能是在国外 比方说在美国 英国或者日本之类的 那么他们基本上 看我们的这个直播 就不是晚上这个时间了 所以刚才说 早上好 我觉得是非常有道理的 哈喽 哈喽 解释半天是 好点 原来如此 早上好 下午好 晚上好 真的 这个梗真好 哎 有好多的朋友在给我们留言 你看那个后面那个IP地址 就不只是咱国内的了 这个是一个世界性的平台 International Platform 好 好香啊 好香啊你身上 是吗 是不是这个枸杞泡了这个茶呀 不是 你身上的香味 特别香 哦 嘿嘿 头发稍微打理了一下一下 哎 哎 发型都很好都很好 对对对 发型好看 刚才那个那个 呃 就是两个小时时间 然后接下来九点半之后 还要在大号那边 对就去大号了 幸福幸福 所以时间交给你 那 好的好的 那我们就让彭凤去好好休息一下 他九点半还要去接雨晖的班啊 来把谢谢彭凤 敲到公屏里面 谢谢谢谢 两个小时给大家奉献了非常精彩的知识 以及故事 那接下来这个两个小时的时间啊 一直到晚上十一点 哄睡趴 小韩就会来陪伴着各位啊 一起来分享一些好的知识 当然了 更重要的是 大家把好的书啊 带回去 那么在直播间的同学 可以先点一波关注 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点这个左上角的关注 这样加我们的粉丝团 听知识也好 听故事也好啊 也就不迷路了 大家会发现啊 我们所有的主播 每次在讲一些知识和故事的时候 可能你第一次听到现在 已经听了有 可能有十次或者是二十次 但每一次 我们的这个展开的角度啊 都不一样 所以各位 跟着我们图书号 其实是一个长远的行动 一直听我们去分享好的故事 好的观点 把这些好的书啊 带回家 当然更加重要的是 希望各位能够主动把这个书啊 拿出来啊 多翻几页 多看几页 这样的话 获得书里面的一些收获 好的 那接下来先把地图 放到我们的小黄车里面 好吗 我们有两款地图 一个是世界地图 还有一个是中国地图啊 那么这两款都放在小黄车 如果各位喜欢的话 把它带回家 这个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啊 如果大家想要一次性的 把所有的知识全部记下来 是不可能的 但是如果把它买回去 天天看啊 天天看 天天琢磨 慢慢的这个知识啊 就内化成你的了 你可能也不知道 什么时候把这个知识背下来的 这就是熟能生巧 那么我看到刚才有同学啊 说今天想要听这个红楼梦 我们在讲完这个地图 还有这个一些简单地理智之后啊 我们给大家来讲一讲啊 这个红楼梦 会放到小韩的前半场 因为我对于直播间 两个小时时间的划分啊 是9到10 是一个区间 10到11 是另外一个区间 那今天红楼梦的专场 我们就放到9到10这个部分啊 跟各位来继续的探讨 好 大家能看到 我们的这款凹凸地图 两张加起来是88 非常的美丽的价格 而且这个地图啊 是凹凸版的 所以说这种地图能够让你知道 中国的地势的高低变化 以及世界各地啊 不同的这个地势的变化 我们对待地理知识 再也不只是一个二维的空间 而是一个三维的立体的空间 好 那各位 如果说到人类的古代的文明 Civilization 大家可能会想到哪些 导演 来 这个都已经在直播间里面 讲到好多次了 一旦讲到人类的古代文明 会想到哪些地方的古代文明 什么 我的天哪 好 那最早的是哪个呢 最早的是哪个呢 OK 好 大家都很聪明啊 直播间里面已经有很多的答案 陆陆续续都已经给出来了 那么古埃及其实并不是最古老的 最古老的是苏梅尔文明 苏梅尔文明 那么各位都知道 有一些词啊 比方说举几个例子 苏梅尔文明 楔形文字 梅索不达米亚平原 这些概念是不是有如碎片的拼图一样 就零散在你的脑海里面 对吧 但其实这些知识啊 本质上是一个道理 像苏梅尔文明啊 梅索不达米亚平原啊 楔形文字啊等等 这些本质上啊 都是一回事儿 好了 苏梅尔文明是在 如果对到今天的话 各位可以记一下 叫做中东地区 Middle East 那这样的话 就把古代的说法 和现代的说法啊 给直接串联起来了 那么我们提到的苏梅尔文明 还有埃及文明 印度文明 以及中华文明 其实中华文明 并不是所有的古文明当中最早的 但是 它能够做到后来者居上 而且这个文明啊 是所有的古文明当中 唯一没有断绝过的 刚才我们在看世界地图时 是不是看到了古埃及的文明 但其实现在的埃及啊 除了金字塔 能够共有人去参观之外 跟古埃及文明 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它是断绝的